这个黑人少年为了改变命运 准备用身体去接一颗子弹 少年也因此获得黑帮大佬的赏识 而这一切的缘由还要从十分钟之前说起 黑人少年名叫米哥 自幼生活在罪恶之毒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找到当地最大的面粉贩子 想要成为他的合作伙伴 大佬看他是个乳秀未干的愣头青 没有跟他一般见识 但米哥却坚持要跟他合作 大佬见状拿出一件防弹衣 让他证明给自己看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米哥没有丝毫的犹豫 或许是在他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大佬故意射片给了他一次机会 他也因此设来一公斤的面粉 可随后大佬就告诉他 要在一天之内卖掉 否则后果自负 这对新人来说 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为了尚未 他可以不惜用尽一切手段 这就是被无数影迷缝为超级冷门的神剧 白纷飞 如果不好看 小编介绍女朋友给你 接下来言归正传 这边米哥带着面粉找到舅舅 想让他帮自己一个小忙 可当舅舅听到面粉数量是一公斤 当即便拒绝了他 就连自己都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卖出去 他可不想惹护上身 什么 然而这一切都被一旁的舅妈看在眼里 米哥回来后 拿着面粉在床上发呆 这时突然有人敲响门窗 打开一看 来人正是刚刚偷听的舅妈 随后他带着米哥来到一处隐秘之地 经过一番搜身 两人成功见到这里的老板黑姐 舅妈把米哥介绍给黑姐认识 接着几人走进一间包房 不料黑姐突然翻脸 手下告诉他品质不错 黑姐质问他从哪搞来的 面对枪口 米哥丝毫不慌 他表示货主的来头很大 对方委托我卖掉这屁股 并告诉黑姐 如果你今天买了 明天我会再带来一公斤 但你今天要是把我杀了 明天上门的只会是一群杀手 黑姐思索再三放下了武器 就这样 米哥挣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 看着手里的武器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不断强大 才不会像今天一样任人宰割 一颗强者的种子 深深种在了米哥的心里 黑人男孩看着手里大板的钞票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他从未感觉赚钱如此轻松 于是在心里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 他再次找到给他面粉的那位大佬 可此时大佬似乎遇到了麻烦 一个手下给他释放弹衣 结果一枪下去 人就要不行了 想要让他活命就得送到医院 但司机同样也面临着蹲耗子的风险 米哥灵机一动 表示你再给我两公斤 我送这兄弟去医院 大佬一听 这小子还挺伤到 告诉他只要能安全回来 我就给你拿一批高级货 随后告诉他遇到警员盘问该怎么回答 可米哥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因为这种事他有经验 他一脚油门踹到医院 直接把大佬的手下扔在地上 然后便不管不顾地离开了阵 就这样 米哥再次拿到货物 大佬很欣赏这种敢想敢干的年轻人 仿佛在他身上看到年轻时的自己 到了晚上 他再次找到黑姐 有了上次的合作 这次双方都很爽快 殊不知他已经触碰到别人的蛋糕 像黑姐这样的金主 又怎么可能没有供货商 如今被米哥横插一脚 乱了他们的财路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就要出意外了 米哥刚要骑上自己的猛灯 一辆小汽车就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转身就要开溜 却被一拳掀翻在地 对方不仅胖揍了他一顿 还抢走自己赚来的马内 刚想反抗 不料对方直接掏枪对准了他 临走时还抢了他的爱车 在这一刻 米哥深深体会到弱者的无助 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在这里闯出一片田 随后走进酒吧找黑姐求助 但黑姐并不打算帮他 而是告诉了他一个人生哲理 在你不够强大之前 不要轻易去抢别人的客户 今天这一幕也在他意料之中 这句话对米哥受用忠实 临走时 黑姐告诉他袭击你的叫兰妮和雷雷 随便打听一下就能找到他们 第二天 米哥找到好兄弟大头 问他认不认识一些有势力的人 大头表示这种人好找 但他们都价格不菲 不过为了抢回马内 米哥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随后二人来到一处民宅 片区的老大丧彪看到有生意送上门 当即便答应下来 得知是兰妮和雷雷 丧彪直接带着二人来到兰妮的家 看来专业的事还要交给专业的人来 走到房前 丧彪直接掏出手枪 准备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 可不了下一秒 米哥直接被按在墙上 然而就在对方开门的一瞬间 丧彪破门而入 几人将他按在地上五花大把 丧彪拿着棒球棍就要给他开枪 米哥连忙将他拦住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询问兰妮 可对方却不是好胆 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就在这时 他的手下雷雷突然敲门 几人连忙捂住他的嘴 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 雷雷以为大哥不在家 等待片刻便离开了这里 而丧彪也彻底失去耐心 他要用自己的手段 给这小子好好上一课 只听屋内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那笔被抢的马内也终于重见天日 可丧彪见钱眼开 他竟然打算独吞这笔钱 毫不在乎两人的想法 丧彪轻烈一笑 拿着马内就离开了这里 对此米哥也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拿走自己的钱 回去后 他独自一人喝着闷酒 一次次被人欺负的米哥心里逐渐黑化 于是朝舅舅要了一把手枪 舅妈转身就要给他拿 却被舅舅拦住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外甥 如果你带枪走出去 就要做好在任何环境下使用它 但你要是拔了枪还迟疑的话 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米哥又怎么会不知道舅舅的良苦用心 但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就这样 米哥从舅舅这里得到人生中第一把武器 也正是从这天开始 让他一步步走向被人仰望的存在 第二天 两人来到丧彪的地盘 他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可一进来 米哥就发现自己的马内被他用来买了辆新车 愤怒地他掏出手枪朝屋里走去 然而当两人找到丧彪时 刚想开枪对方却一头栽了下去 这明显是拿自己的钱喝了一宿 随后米哥开车找到给他面粉的大佬 想拿这台车顶踢那批面粉 精明的大佬直接拒绝了 但他并没有为难米哥 只是让他尽快开工把欠自己的抓紧还上 临走时还贴心地给他拿来一把铁锹 让二人把后备箱里的丧彪处理干净 并告诉他们尽量埋到沙漠里 而且要深一点 以免被蛟狼挖出来 好家伙 想要出来赚钱的米哥 没想到也要干上黑帮的勾当 随后两人驾车前往远离市区的沙漠 可没过多久 他们就发现后备箱发出一响 丧彪竟然醒了 二人第一次做这种事紧张得不行 米哥只能放大音乐缓解气氛 不料这时丧彪疯狂破坏后排作用 大头连忙拿起手枪扣动扳机 结果却打了个寂寞 这下麻烦了 就这样 两人被丧彪从车里打了出来 只等对方出来一举将其拿下 可当他们下去后 却没有发现丧彪的尸体 于是跟着地上的血迹一路前行 最终在一个石柱后发现了目标 米哥接过手枪 慢慢朝丧彪走了过去 他是真后悔了 自己为啥要惹这么一个愣头亲 丧彪表示自己上有老下有小 能不能再给他一个机会 米哥成劝了他 但他也只有这一个机会 回去后 米哥将丧彪的车和自己的摩托 抵给车贩子 终于凑够了面粉的损失 他第一时间将钱还给大佬白毛 这也让他获得大佬的信任 白毛正准备给他更多的火 可米哥却告诉他 大佬并没有感到奇怪 只是有一丝丝的可惜 得到回应的米哥 大不留心地走出豪宅 但他真的能全身而退吗 这天舅舅家举行狂欢派对 黑人街区的远亲近邻齐聚于此 然而好兄弟大头 却给他拉来一个合伙人 想要扩充他们的势力 不过米哥已经筋盆起手 他告诉好兄弟 自己不想再惹麻烦 今后只想好好过日子 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舅舅不小心在房顶点燃烟花筒 很快就有警员找上门来 原来他们接到报案 有人在屋顶开枪 女人连忙解释那只是烟花 可白人警员却不依不饶地借题发挥 年轻气盛的米哥看不惯他们趾高气昂 结果却遭到警员一顿暴打 在这一瞬间 米哥想通了很多事情 我当好人时会被坏人欺负 可当自己成为坏人时又会被好人审判 他痛恨这个世界的不公 于是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当最坏最恶的那个人 也正是今晚的经历 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随着这场闹剧结束 米哥和兄弟们坐在房顶聊天 经过深思熟虑他告诉二人 第二天 几人顺利从大佬那里拿到四公斤的火 可来到酒吧 黑姐却告诉他自己只要两公斤 米哥一脸不解 这可都是上等货 黑姐奉劝他想赚大钱就得去别的地方 这个街区就这么大兵点 如果被你垄断了 只会给我们大家引来杀身之祸 米哥知道这是自己还不够强大 他按下决心 一定要建立一条靠谱的销售网络 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为此他找到自己的舅舅 商量如何打通销售渠道 可舅舅却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原来舅舅就是因为这个才不碰面粉的 可米哥不甘心只在社区里小打小闹 舅妈看出他的想法 提议让他去尼斯那里了解一下 随后几人找到尼斯 舅舅让他说一下这个城市之前发生的事情 好断了外甥要出头的念想 尼斯告诉他 现在整座城市的面粉生意都在墨西哥人手里 他们行事不顾后果 手段也十分残忍 想要出头 必须要过了他们这一关 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无疑是自寻死 不过这仍然无法阻挡他做大做强的决心 第二天他再次找到尼斯 询问墨西哥人的地址 看到他如此倔强 尼斯给了他三句忠告 前两件事是没办法选择的 但自己的未来可以自己做主 见他还是不为所动 尼斯无奈只能给了他墨西哥人的地址 殊不知就是这个看似名不见经传的小子 日后会成为整个地下世界都要仰望的困仔 这个黑人少年为了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 闯进墨西哥人的地盘 可刚进来就被人给盯上了 看到他们凶神恶煞的模样 米哥显得有些慌张 谎称自己迷路不小心开到这里 他连忙启动车子就要离开 可下一秒 米哥被拽出车外 几人将他按在车上开始搜身 很快便从口袋里找出一小袋面粉 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就不像好人 几个咔了咪对他一顿拳打脚踢 眼看就要被拖进屋里 这是一个男人出生制止 他是大毒枭的合伙人 看到小伙还年轻便帮了他一把 男人在这里多少还是有些面子 米哥这才躲过一劫 临走时男人给了他一个忠告 以后再也不要来这里了 但男人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他无意间就下的这个黑人少年 日后跺一跺脚都会让整个黑道为之颤抖 回来后 米哥为了寻找销售渠道 叫上两个好兄弟想出去再谋一条财路 三人足足开了七个多小时 来投奔凯文在奥克兰的表哥 走进表哥的地盘 里面随处可见机车党打扮的混混 米哥看到这里热血澎湃 这些人在他眼里简直就是行走的钞票 一见面 表哥热情地招呼他们 由于验货的人还没到 交易需要推迟一些 两个好兄弟在这里流连忘返 米哥则对这些毫无兴趣 于是独自一人去外面闲逛 殊不知一个天大的机遇就摆在他的面前 他来到一个废弃伤亡 不自觉地向里面走去 原来这里曾是他父亲的堂口黑豹堂 往日的回忆涌上心头 这是一个头发长在头上的女孩叫醒了他 两人一见如故聊起这个堂口的故事 随后还向米哥展示了自己的新型面粉 从没见过这种东西的米哥嗅到一丝伤机 随后在女孩的带领下 找到贩卖这种面粉的商人 他不明白他们为何卖得这么便宜 商人却表示他们只负责卖 其他的一概不知 米哥见状掏出一打马内买下他所有存货 而他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带自己去见见他们的上线 很快 在商人的带领下 他就见到了新型面粉的创造者老黑 米哥通过一顿鬼迷日演的沟通 表明自己也想发家致富 如果你能把这种技术传给我 我会把它发扬光大推广到全世界 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渴望不可求的 老黑当即便答应了他 也正是这次机遇 让初出茅庐的米哥彻底在江湖站稳脚跟 第二天 两个兄弟见到他不停地发牢骚 说好的交易怎么就突然闪人了呢 米哥没有搭茶 而是给他们展示自己一夜的成果 这次来奥克兰让米哥受益匪浅 掌握商机的他知道从此发财致富不再是梦 这个黑人少年意外找到发财致富的商机 一趟奥克兰之旅让他拿到新型面粉的一手货员 两个好兄弟问他什么时候能拿出去卖 可米哥却说出一个让他们崩溃的计划 这批面粉只送不卖 由于现在的落成还没人知道这种东西 所以他们第一步就是要打开落成的市场 随后大头和凯文按照米哥的吩咐 来到街区免费赠送 这是一个头发长在头上的女孩慕名而来 凯文直接送了他一袋样品 并让他把消息散出去 这边米哥也没闲着 他深知舅舅在黑人街区的影响 于是把样品给他拿了一步 但他有一个要求 就是不能卖给墨西哥人和白人 好家伙 这小子是想可自个人祸回来 随后米哥向他保证 只需要在附近几个街区售卖 每个月的收入就能达到七位数以上 听到如此诱人的数目 舅舅和舅妈眼前一亮 当即便答应下来 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 到了晚上 米哥来到公园查看赠送情况 大头免费送了一天面粉 一分钱没进账的他心情不是太好 看到米哥还拿他找乐子 心里生出一股无名之火 指责他活干的最少却分的最多 米哥告诉他 眼前的一切都是我拼了命换来的 说吧就将一打马内甩在他脸上 俗话说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越想越起 两人二话不说就打到一起 好在有凯文极力劝阻 这才让二人冷静下来 米哥告诉他我们就坐在金矿上 你竟然因为这点小事跟我斤斤计较 大头却啥也听不进去 双方也因此不欢而散 一个小小的插曲过后 第二天米哥带着凯文来公园验收成果 看看他们对自己的新型样品做何评价 然而刚到这里 就发现那群拿过货的人早早就躲在了这里 只为第一时间拿到货 看到眼前的一幕 他就知道自己的商业帝国梦快要成真了 一波火热的分销过后 米哥转得盆满钵满 准备回家再被点货 可刚到家喝口水 就发现后院一片狼藉 仔细一看 大头竟然躺在了地上 而且受到很严重的枪伤 大头告诉他是莱妮坐的 米哥连忙去叫救护车 回来时大头提醒他把面粉藏起来 他整个人都麻了 自己竟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事 有人中枪警方必定会上门调查了 米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卧室 将所有剩余的存货通通装进包里 可跑出来看了半天根本无处可藏 看到邻居家打开的窗户 他灵机一栋钻了进去 将书包放进衣帽间藏了起来 然后连忙出来查看大头的伤势 感动自己的兄弟 米哥发誓要让兰妮付出惨痛的代价 为了给大头报仇 他连夜找到黑姐 要求他约兰妮的手下雷雷出来谈谈 黑姐被他的命令搞得莫名其妙 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听他的话 米哥却告诉他 如果你能把雷雷约出来 我就给你提供品质更高的面粉 这让黑姐不得不慎重考虑 镜头一转 米哥和雷雷在一家餐厅见了面 不明白他找自己来干嘛 雷雷表示是你先动的兰妮 又砸了他的房子 他来报复你不是很正常吗 米哥指了指额头上的疤痕 告诉他要不是你们先动手 就没有后来这些破事 随后他警告雷雷 自己隔壁就住着一名警察 他看到两个男人 一直在附近鬼鬼碎费 还想让自己去指认一下 听到这里雷雷懵了 他可不想蹲耗子 于是问米哥找自己来到底要干嘛 谈完生意 雷雷心神不宁地走出餐厅 那么米哥究竟跟他说了什么呢 这个黑人少年看着桌子上大板的钞票 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这才是新型面粉该有的销量 仅仅一天就铺满了半张桌子 不过亲兄弟还得明算长 舅舅问他可以给自己几成利益 米哥的事业风生水起 可他的母亲却面临失业 原来他跟员公司闹翻了 现在领导连一封推荐信都不肯写 不料米哥直接掏出一打马内 让母亲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自己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钞票 回到房间 米哥收拾好生活用力 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 出身不好的他却拥有一颗强者的心 这天米哥上大佬白毛这里进货 双方互惠互利 合作得十分愉快 可舅舅却嫌他的货贵 现在需求量与日俱增 想让他给打顶折扣 却在无意间激怒了白毛 结果白毛坐地起家 米哥知道他的脾气 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三人出来后 舅舅提议派人在这里蹲守 不出三天就能蹲出白毛的上架 到时我们就可以直接和供货商联系 指定比白毛给的便宜 米哥没有直升转身离去 随后来看望刚刚出院的大头 看他现在的腿脚 估计还得养一段时间 为了方便下批新型面粉的制作 几人特意租了一间房子 既方便他们出货又能在这里储藏 然而就在几人四处查看时 米哥突然接到雷雷的信息 看来是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紧接着他们来到一处隐秘之地 不多是一辆小汽车朝这边驶来 来人正是雷雷 双方下车后 他们将兰妮从后备箱拽了出来 就是他差点让自己的好兄弟大头 再也醒过来 看到是米哥 兰妮似乎也知道自己的下场 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米哥的心境也成熟了许多 他掏出一打马内扔给雷雷 并表示跟我合作前不是问题 但我需要知道你靠不靠谱 一番鬼迷日眼的忽悠 雷雷的眼神逐渐坚定 他捡起地上的小刀 可真要动手时他却犹豫了 米哥掏出手枪让他做出选择 最终在他的胁迫下 雷雷一刀干掉了曾经的好大哥 米哥在这一夜出路争容 自此落成便有了他一席之地 随着第一季来到尾声 他的事业也逐渐步入正轨 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肩负重任 然而就在他们休息时 一个临时车停到黑人街区 白粉飞第一季结束 一个平凌窟南海一月成为赫赫有名的独消大王 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米哥凭借着敢想敢干的一股狠劲 在落成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他控制着黑人街区所有的面粉生意 同时还拥有非常安全的销售体系 他们将面粉塞入零食包装 再用一栋餐车作为掩护免费给孩子发放冰激凌 然后将面粉卖给有需要的人 结束一天的工作后 再将装满钞票的垃圾袋打包带走 由核心人员带回金库 米哥也终于做到了数钱数到手抽金 此时金钱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串串数字 直到这天他再次来到大老白猫这里进口 现在米哥混得风生水起 就连白猫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年轻人 可突然一个手下闯了进来 紧接着就是大批警员进场 米哥健壮盖着大头拔腿就跑 大头因为头大被当场逮捕 逃出去的米哥只能先行撤离 回去后和舅舅找到当地的一名律师 根据米哥描述的情况 对方告诉他们这是重罪剧 保释金高达五万 在这个年代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挣不来 但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九牛阴谋 很快大头就被保释出来 而这正是小丑伯的特色 在这里有潜能试鬼推磨 米哥绝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兄弟 殊不知随着白猫入狱 一场今天阴谋就要落在自己的头上 至于是机遇还是毁灭 就要看米哥如何应对 原来白猫是中情局一位见不得光的线人 他们在暗地里一直在搞灰色交易 也就是说 白猫的面粉都是由中情局提供的 而这种灰色收入 将被国会全部用在外面的战争资助 至于原因不用想都知道 这里就不过度解读了 很快特工比尔就接到上级电话 由于白猫入狱 有一笔两千万的缺口必须及时填补 让他立刻想办法解决 也正是因为如此 比尔将目标锁定到最近风头正胜的米哥 这天米哥正要出去潇洒 在昏暗的街头一路狂飙 可下一秒 肇事司机连忙下车查看 看到米哥还有意识 直接给他来了一记电疗 接着拿出自己刚穿的臭袜子 将其迷晕 当米哥再次醒来 看到自己周围的环境当场蒙圈 然而就在他转过头时 竟发现好兄弟大头也被绑过来 他这才知道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车户 很快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中情局的特工迪尔 他将枪口对准米哥 问他认不认识自己是谁 可此时的米哥已经被恐惧冲昏了头脑 哪里能猜出他的身份 比尔对他很失望 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他的好兄弟大头 再次问米哥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眼看好兄弟就要命丧于此 米哥终于猜出他的身份 他就是大老白毛的供货商 比尔满脸欣慰 看来这小子还不算无药可救 原来这都是他对米哥的考验 由于白毛被捕 比尔失去了给他散货的合作伙伴 才将目光放到米哥的身上 米哥在这一刻也幡然醒悟 他意识到一个天大的机遇就摆在自己面前 能和供货源头打交道 将大大提升他们的利润空间 他告诉比尔 自己每周能吃下十公斤的火 而且生意还在不断扩张 此话一出让比尔眼前一亮 经过一番鬼迷日眼的忽悠 双方终于达成共识 殊不知正是今天的合作 在不久的将来创造出一个极其恐怖的存在 出来后 米哥并没有急着回家 内心十分好奇的他过来参观比尔是怎么运火的 然而眼前的大家伙颠覆了他的认知 看来自己还是低调了 看到像个好奇宝宝的米哥 比尔决定带这个新的合作伙伴去体验一圈 可米哥却万万没想到 就在自己消失的这段时间 家里就出了一件大事 海文的手下在街头零售时 一个女人想要见他们老板 还将他的货权都买了下来 两个手下完全忘记米哥说过的话 那就是不能卖给墨西哥人和白人 女人临走时将自己的名片留了下来 可只是一个转身的功夫 他就来到合伙人墨西哥人的地盘 表明有一种新型面粉在黑人街区极为抢手 这很有可能就是将来的趋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当天晚上 墨西哥人决定给他们一个小小的警告 告诉他们在落成谁才是老大 一个武官长在脸上的男人闯进黑人街区 冲着路边的面粉贩子满脸没笑 两个小子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对方哭哭一顿炫 另一个刚掏出手枪 男人却不躲不闪对着脖子就是一刀 就这样 两个贩子当场领了合饭 第二天凯文得知自己的小弟被杀 连忙通知队友 真是忍一时风停浪静退一步越想越起 众人当即便拿出型号各异的武器 准备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今天说啥都得让墨西哥人给个说法 几人来到墨西哥帮派的地盘 可等了半天也没看到有人出来 凯文当即便要杀进去 然而就在这时 米哥及时出现 回来后他大发雷霆 自己只是消失了一天 家里就出了这么大乱了 他训斥众人为何不能冷静一点 对方既然敢上门杀人就是有足够的底气 你们这样冲进去不是羊入虎口吗 等到冷静下来 米哥问出前因后果 得知当天有一个女人留下了名片 结果当晚就出了事 米哥按照名片上的号码打去电话 拨通后他质问女人 为何你昨天离开后 我的手下就被人杀了 女人一脸懵圈 露西亚表示自己可以查查 随后双方约了见面地点 女人知道只有把误会解除 才能有机会合作 因为此时的米哥 已经不再是那个毛手毛脚的愣头情了 第二天 双方在约定地点见了面 和露西亚同行的男人一脸懵圈 这还是自己在墨西哥人手里就吓的那个黑人少年吗 如今竟然成长到这般高度 一段寒暄过后 米哥和露西亚来到凉亭私聊 他的态度很坚决 自己手里掌握着大好资源 想要合作就必须帮我找到凶手 露西亚告诉他自己知道是谁做的 但米哥坚定地表示 在我们合作之前 我必须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露西亚明白他的意思 表示给自己一点时间 我会尽我所能谈成一个我们都满意的生意 双方也算暂时达成共识 可凯文却不干了 自己兄弟的仇该怎么办 米哥告诉他露西亚会给我们一个说法 凯文却还是不依不饶 指责他作为老大还要夹着尾巴做人 大头连忙挡在中间 用眼神告诉他兄弟间别伤了和气 双方就这样不欢而散 当天下午 特公比尔约他在墨地见了面 这是双方第一次合作 两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干脆利落 米哥也从小作坊扩大了规模 他现在已经有了稳定的货源 制作不成问题 可舅舅却担心这么多的货怎么出手 随着生意扩大 米哥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自从这次手下出事 他才意识到自己哪里有缺险 于是脑海里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 那就是组建一支全副武装的私人军队 由于米哥最近出尽了风头 导致他被很多萧小之被盯上 屡遭重创的团队内部已经人心惶惶 他当即便找到舅舅的金牌打手二飞 让他动用关系搞来一批军火 随后召集所有手下来到一处隐秘之地 给他们每个人都配上一把武器 他对这群小弟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只要有人威胁到 你就要毫不犹豫地拔枪射击 但要是有人敢拿他胡搞 下场就按判断处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这支私人武装已经出具雏形 米哥的实力已经足以在洛城站稳脚步 回去后他碰巧在路上看到刚刚出狱的大老白毛 对方是特意来找他的 对于米哥找了别的合伙人 白毛并不生气 因为他相信两人之后还会像以前一样经常合作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 米哥在洛城的地位有了质的飞跃 以前他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求白毛给货 现在对方却亲自上门求复合 对于他的合作米哥自然不会同意 因为现在的他已经找到供货源头 白毛也没有强求 写下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后 让米哥好好考虑一下 随即便离开了这里 当白毛走后 米哥立即找到中情局的比尔 问他这事该怎么办 比尔也有点懵圈 那家伙被捕时满屋子都是面粉和武器 竟然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来他和连调局一定达成了某种协议 这一下打乱了他们全盘的计划 为了摆平这一切 二人决定和他好好谈谈 第二天 两人按照白毛提供的地址来到目的地 找到了正在肯牛排的白毛 比尔想和他单独聊聊 对于这个把自己踢出局的供货商 白毛显得有些恼火 但比尔告诉他 面粉的生意已经有米哥了 那我们就谈谈别的合作 由于他们常年耗费天价的战争资助 于是提出自己可以给他提供军火 同样有利可赌 白毛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双方就这样达成共识 而对于被迫抢了他位置的米哥 他也没有过多计较 白毛打心底里 还是十分欣赏这个年轻人的 看到白毛这样他心里有些发毛 为了安全他再次问道 回来后 心情舒畅的米哥和舅舅软牌 可他却不知道 自己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边 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连远在黑人街区的米哥 都受到牵连 两伙墨西哥人正在进行交易 可他们却为了争论这里 谁才是老大发生口角 奥索奉劝光头不要狗障人士 不料光头直接掏出小刀 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 眼看对方还在满嘴喷喷 奥索也不再留情 可快遗恩仇之后 很可能就是毁灭 他们深知墨西哥帮派的实力 果不其然 第二天对方就上门心事问罪 质问他们昨晚过来 交易的手下在哪里 对此露西亚并没有正面回应 再做的也都不是傻子 立刻将枪口对准两人 带头的大姐大让所有人先出去 自己要和露西亚单独谈谈 可就在两人闲聊时 大姐大直接拆穿了她的谎言 竟然敢大言不惭地欺骗自己 她发誓一定要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 露西亚害怕极了 为了保密 连忙说自己能搞到新型面粉的佩方 到时她会双手奉上 大姐大给了她一次机会 同时也警告露西亚 面对大姐大 她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顶嘴 当天晚上 露西亚把米哥约了出来 他们想用杀了她手下的真凶 还有一百万的马内 来换米哥手里的佩方 并把他们现在的处境告诉了她 想请她出手相救 不料米哥直接拒绝了两人 因为佩方是自己称霸 飞到最快的阶级 绝不允许被外人得知 和二人匆匆道别后便转身离去 殊不知就是因为这次谈话 米哥差点被他们推进 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且被拒绝的两人并没有死心 他们找到米哥的好兄弟凯文 希望能从他身上找到突破棚 原来这俩人是想让她背叛米哥 一边是兄弟的大仇 另一边是背叛兄弟 凯文一时间难以抉择 露西亚也没有强求 只是让她好好考虑一下 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这个黑人少年凭借手里的佩方 在洛城混得风生水起 她有一个十分远大的理想 就是将自己的面粉生意发展到世界各地 像麦当劳一样遍地开花 可理想总是美好的 米哥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自己的好兄弟凯文竟然背叛了他 原来他为了找到杀害表弟的真凶 准备用米哥的配方和露西亚交换 为了表达诚意 两人直接带着凯文来到某处公园 告诉他那个凶手是墨西哥帮派的大手 每周末的下午都会有三小时的监视探亲 所以这里就是报仇的绝佳地点 得到凶手的下落 几人回去后 凯文便将米哥的配方亲手交给了他们 拿到配方的露西亚找到大姐大 他和墨西哥帮派的恩怨也就此两亲 刚从这里离开 一直潜伏在他身边的卧底感觉时机已高 通知警方对露西亚展开收网工作 面对这样的罪犯 卧底没有一丝手下留情 被抓的露西亚为了减轻罪行 竟然把米哥也供了出来 而警方恨不得将落成的毒瘤清空 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这时露西亚的手机突然响起 来电显示正是米哥 接通了电话 米哥质问他跟凯文说了什么 他怎么会知道凶手的信息 原来他刚刚从大头这里得知 凯文已经退出团队独自一人去报仇 便猜到是露西亚从中搞鬼 这样只会引起自己和墨西哥人的战争 为了避免血流成河 他连忙问凯文现在在哪里 这时警员示意他说实话 让他告诉米哥前往凶手 每个周末都会去的公园 只等几人到齐便可将他们一网打尽 米哥得到位置立刻前往目的地 不多时 凯文和米哥三兄弟同时赶到公园 他不断劝说凯文 在我们没有足够强大之前 还需要隐忍折服 现在一旦干掉墨西哥帮派的打手 对方势必会闯进黑人街去报复我们 但此时的凯文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他不惜和米哥三人决裂 今天也要干掉凶手为表弟报仇 眼看凯文不听劝阻 米哥知道今天凶手要是死了 他辛辛苦苦所建立起来的一切 都会顷刻间土工瓦解 他的家人朋友也会遭到死亡性的报复 然而凯文却根本不听 掏出手枪就扣动扳机 可惜差了点准头 眼看他还要继续发起攻击 米哥无奈只能一枪将其放倒 埋伏起来的警方听到枪声立刻进场 大头顾不上别的 连忙拽着米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而凯文则被击中了动脉很快便领和饭 逃出来的米哥内心十分愧疚 殊不知这只是对他成王之路的一次磨练 回来后两人躲进安全屋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的米哥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叫来舅舅共同商讨对策 由于现在出了人命 舅舅表示唯一的办法就是跑路 等这个风头彻底过去 来不及多想的米哥只能扔下手头的声音 但这一走不知多久才能回来 当天夜里 他想在临走之前最后看一眼母亲 于是从后门偷偷回到家 母子俩紧紧抱在一起 可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 便听到外面的脚步声 刚想从后门离开 就被大批警员团团包围 米哥被当场逮捕 在所有邻居的注视下被压上警车 而故事走向也在米哥被捕的这一刻来到高潮 一个从底层上位的黑道霸主即将诞生 这个贫民窟男孩曾是黑人社区之手遮天的存在 如今却被最好的兄弟背叛锒铛入狱 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 初来乍到的米哥有点设计 就连心爱的鞋子都没能保住 但他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 现在的他只想尽快保释出去将生意回归这么远 很快时间来到开庭审理这天 法官刚设定完保释金额 可原告却突然制止 对方表示米哥被捕时属于潜逃状态 如果保释出去很可能就会失去掌控 法官也因此拒绝了米哥的保释申请 这下难办了 结束庭审后米哥被分到大仓牢房 刚找到自己的床铺坐下 就在这里看到一个熟人 此人正是雷雷 米哥之前还杀了他大哥 他跟身后的兄弟介绍 我俩是同一个街区出来的 之前有些小矛盾 但以后要相互关照 米哥看他没有计较 自然不会跟他一般见识 可到了夜深人进食 雷雷带两个小弟对着他就是一顿胖走 好家伙 看来他做事从来都不考虑后果 米哥被揍得陷入深度睡眠 就这么在地上躺了整整一宿 第二天 家里人过来看望他 舅舅看到他被揍成这样 保证自己会尽快把他弄出去 大头则是把自己蹲耗子的经验分享出来 回来后 米哥静止走回床铺 似乎精神状态十分不好 当天晚上 雷雷再次带人朝他走去 这次被米哥提前察觉 然而就在这时 一名头发长在头上的玉友突然上掉 双方只好就此作罢 米哥也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否则玉友的下场就是自己的明天 第二天 米哥找到抢了自己鞋子的男人 二话不说哭吃就是一炮子 直到被拖走他也没松手 就这样 米哥因闹事被关了禁闭 出来后他第一时间找到雷雷 以自己入狱之前上位者的姿态警告他 雷雷一脸的不服气 但从这以后再也没人敢打扰他睡觉 与此同时他的合作伙伴比尔也没闲着 利用自己在中情局的地位 找到了主管此案件的女警 并告诉他一切都要为国家任务让头 现在米哥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如果你这次能高抬贵手 让警方撤回指控 那么我保证在完成任务后 将大大小小的所有毒枭双手奉上 女警也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 只能选择暂时妥协 就这样 米哥被无罪释放 他来到墓地看望死去的凯文 回想以前一起征战天下的日子 比尔也和他恢复了合作 背靠这棵大树 米哥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经过这次事情 也算是给了他一个沉痛的教训 想要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就要做最坏最恶的那个人 只有这样生意才能长久 小伙伴们不要走开 第三季马上开钢 这个黑人少年出狱后 一跃成为只手遮天的毒枭大王 当会的生意也在他的带领下日进斗金 不仅给母亲购买了豪宅 还在黑人街去开了一间自己的酒吧 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 他们被一伙嘴巴长在鼻子下面的人给盯上 几人掏出武器 上去就要抢了眼前这一车面粉 可就在他们即将靠近时 来源正是大头和他的手下 早已形成规模的帮回 自然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只要有人敢抢货车 埋伏在附近的枪手便会直接将其射杀 狠辣的手段也是米哥成功上位的重要因素 这边逃出来的司机回到距离 将过程完完整整地说了一遍 惹了这种硬茬子 他们的老大米勒非但不慌 反而还十分感兴趣 甚至从里面看到一丝丝的机遇 与此同时 大头也将此事告诉了米哥 对方的举动很明显是想扩充地盘 虽然没损失什么 但他们敢惹到自己头上 米哥就让这群怪娃子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吩咐下去 看来他这是想杀鸡静喉 第二天 二黑收集到对方所有信息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待 米哥立刻部署作战计划 今晚就将他们连灯拔起 可就在这时 黑胖进来告诉米哥 那伙人的老大米勒过来拜访 众人有些诧异 米哥却命令把他放进来 很快 头发长在头上的米勒走进房间 他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目的 尼勒表示自己今后会从这里进火 还会交出那天抢劫未遂逃走的司机 听到这儿 米哥也改变了想法 既然对方肯低下头过来认错 自己也没理由拒绝到嘴的费荣 至于逃走的司机就不用他操心了 米哥已经查到了他的住址 那个司机必死无疑 而他这么说则是有两层意思 一是告诉他如果你今天不来 那么和司机的下场是一样的 二是如果你敢帮那个司机 自己就会让他和他所有认识的人原地立分 谁能想到几个月前还是愣头亲的米哥 如今竟然成长到这般高度 送走了米勒 当天晚上 大头带着他的大头来到司机家 看到目标后毫不犹豫地抠肚扳机 得罪他们的人谁也别想活 然而就在第二天 舅舅来到酒吧开门 却发现里面已经是一片狼藉 那么究竟是谁敢在米哥的地盘乱搞呢 舅妈将此事告诉了米哥 这让他感到非常不爽 通过调查得知 动手的是在同一个街区开酒吧的黑街 对此米哥没有做任何回应 但他的态度就已经说明一切 第二天 黑姐就在家里领了喝饭 警方将这里围的水泄不通 此时的米哥还在跟新客户米勒进行交易 殊不知因为自己高调的形势作风 一场针对他的围剿计划即将开始 同样住在黑园街区的警员安德烈 不忍看到自己的家园如此混乱 于是向上级申请对自己所在的街区进行扫黑除恶 与此同时 米哥前来拜访之前合作的大佬白毛 请教他如何处理自己的马内 由于肤色的问题 他没法拿着大量小额钞票去银行存钱 那样警方会第一时间将他带回审问 白毛表示这是交给自己 临走时给他留下一个忠告 之后这句话也在他自己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天米哥等人在据点查看城市地图 讨论下一步的地盘扩张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然而就在这时 白毛突然登门拜访 原来他特意为米哥存款的事情跑了一趟 表示自己要带他出去见见世面 但至少要存够一百万的马内 米哥听到后若有所思 很快便跟着白毛来到那家银行的所在地 可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带着米哥去存款 而是告诉他在这里晚两天 因为跟自己在银行对接的人刚好出酒 米哥一眼就看出他在撒谎 当场便让白毛跟自己说实话 否则他现在就打道回复 无奈的白毛只能说出实情 原来他前段时间往国外运了一批军火 为了节省路费选择一条捷径 结果自己的人和货权都不知所踪 现在他已经没有钱去付供货商的尾款 为了保命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念在白毛对自己有之欲之恩 米哥决定帮他一把 可他却万万没想到 就是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 家里就出了大事 此时落成警方已经不说好一切 集结了大批警力准备对黑人街去展开扫荡 他们对当街兜售的混混围追堵截 还突袭了米哥的面粉加工厂 抓了他大批手下 舅舅对他们的闯入勃然大怒 可警员就当没听见 还用破门锤大肆破坏屋里的家具 一系列的行为让他彻底爆发 可在众多警员的包围下 强壮的舅舅也吃了大亏 这时黑人警员安德烈走了进来 看着这些不法分子落网 他的嘴角勾起一丝冷漠的笑容 第二天 赶回来的米哥得知此事 动用所有关系开始捞人 这次警方的大扫荡让他损失惨重 最让他愤怒的是 面粉加工厂被警方查获 米哥来到一个小弟面前 问他是不是给警方通风报信了 米哥气就不打一出来 上去哭吃就是一电跑 他要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又怎么会诬陷为自己干活的兄弟 不是他对兄弟心狠 如果今天不解决掉这个内鬼 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毁于一半 米哥这一手也是警告所有人 内鬼的代价谁都负担不起 随后舅妈告诉他 那个黑人警员安德烈盯上我们 这次的扫荡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这时电话响起 原来是舅舅要出院了 一家人过去接他 当米哥看到舅舅的惨状 气得脸都黑了 他发誓要让安德烈付出应有的代价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安德烈的女儿就是他现任女友 面对这位准老丈人 米哥又不能痛下杀手 他还得想一个两拳之策 很快他便找到了一个机会 这天安德烈和同事出来庆祝 意外结识了一位头发长在头上的女子 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好似上辈子就认识一样 然而他却不知道 越漂亮的女人就越会说火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第二天清晨 醒来的安德烈浑身说不出的难受 他看向床头的杯子 突然意识到一丝不对 打开抽屉 这才发现自己的配枪和证件 统统都不见了 此时这位警员的内心独白 就是我想报警 这不妥妥的仙人跳吗 与此同时 昨晚那位头发长在头上的女人 和舅妈抱在一起 拥抱过后便派人送他离开了这里 而安德烈丢失的配枪和证件 就摆在桌子上 几人看着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但毋庸置疑的是 这就是米格给准老丈人挖的坑 事情也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 安德烈因配枪和证件丢失 原因又难以启齿 上级对他进行了停止查看的处分 少了他的针对 米格的生意再次回到正轨 很快特工比尔得知 他们窝点被捣毁的事情 找到米格奉劝他低调一点 如果地方警局无法控制你们 到时便会有军队介入 真闹到那个地步 即便是我也保不住你 不过米格依然坚信富贵险中求这句真理 此时的比尔才发现 这个黑人少年越来越难以掌控 而米格为了做大做强 舍弃了所有借头生意 零售的利润虽然大旦销量却是有限 他将目光盯上落成各区老大 利用他们手里的资源帮自己丧活 做到一家独大的局面 第二天 米格刚从家里出来 就碰到被停职查看的安德烈 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然后便驾车离开了这里 安德烈一瞬间就想通了一切 自己就是被他给陷害了 他越想越起 脸都给气黑了 于是当晚便找到在警局的好搭档 回到家 他将钥匙挂在墙边 发现女儿还没有回来 于是躺在沙发上一边睡一边等 可当他一觉醒来 再次去卧室查看时 女儿还是没有回家 他从没有夜不归宿的习惯 安德烈意识到一丝不对 刚要去他的好闺蜜那里去找 又发现挂在墙边的车钥匙也不见了 跑出来一看 车子果然不见了踪影 一天之内事业家庭通通出了问题 这个男人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身为老警的他不得已选择了抱子 经过多方打听 有人看见他女儿凌晨两点多回来过 但没过多久又开车出去了 就在几人猜测小美能去哪里时 一个电话突然打来 同事接起来一听 原来是丢失的汽车找到了 可现场情况不算太好 他的爱车已经被拆了个稀巴烂 这时安德烈从车里捡起一块指甲 发现正是女儿小美刚做的美甲 便知道女儿的失踪肯定和黑道有关系 为了尽快确认女儿的安全 心急如焚的他只能低下头找到米哥 告诉他小美昨晚彻夜未归 随后将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 希望米哥能动用人脉帮他这个忙 米哥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只是眼神逐渐变得阴冷 所有人都知道小美是他女朋友 如今还有人敢忙活 虽然和准老丈人的关系势如水火 但这却和小美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他发誓不管对方是谁 都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他立刻吩咐下去全程搜索 很快便由手下上报 今早看到大头的前女友旺达和小美 坐在一辆车上 也就是说 现在只要找到旺达就能找到小美 而旺达后来一直跟米勒混在一起 这事米勒可能知情 可到了地方 米勒却表示为了避免和大头的矛盾 自己早就把旺达赶走了 但他很有可能在一个地方 说罢便带着米勒二人来到一处民宅 这里是另一个面粉售卖处 刚走到门口 米勒就看到地上有一件衣服 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小美穿过的 于是立刻上前敲响房门 里面冲出一个耳朵长在两边的瓜娃子 告诉他在使劲敲一下试试 可当他看到对方来者不善时 瞬间就降低了声调 米勒问他有没有看到两个女人 米勒连忙进去查看 可经过一番搜索却毫无收获 这时米勒突然接到电话 那边告诉他已经找到了小美 不过女友的情况似乎不太妙 今天算这俩人走约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 小美回来时父亲已经睡着 他偷偷拿了些私房钱想买些面粉 为了尽快回来 还特意驱走了父亲的车钥匙 然而他刚抵达目的地 一个女人突然钻进车内 此人正是旺达 听说小美要去搞点面粉 他立刻表示自己知道有个地方特别便宜 小美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便启动车子离开了这里 而这一幕刚好被米勒的小弟看到 这边两人来到一处偏僻的民宅 旺达进去买货 小美在外面等待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发生了 两个嘴巴长在鼻子下面的男人突然出现 一把将小美拽出车外 得知小美刚刚的遭遇 他完全没放在心上 还安慰他这可能就是恶作剧 我们吃点东西他们就把车送回来了 但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就当两人要离开时 旺达看上了他脖子上的项链 他拿着这条项链再次回来 想多换一点面粉 可这条具有纪念意义的项链 在小混混眼里一文不值 这时醒来的小美及时赶到 没过多久 米哥带着大头来到一处隐秘之地 手下告诉他们小美就在里面 走进去一看 小美正神志不清地躲在角落 他二话不说把女友拽进车内 一脚油门把他踹回父亲的怀抱 老父亲看到女儿平安终于放下了心 这一刻 米哥开始扪心自问 自己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很快他就释然了 他的梦想不会改变 任何美好的事物凋零 都只是自己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米哥通过多方调查 得知一直跟自己合作的比尔 在执行中情局的独立任务 也就是说 他们之间的合作根本不被国会认可 他也随时可能面临灭离之灾 于是便一直在暗中提防 可他却万万没想到 比尔的敌对派系下来一位女特工 他直接找到一直调查米哥的警员安德烈 女人说出自己的身份 同时表明我们是同一阵营的 目标就是消灭像米哥这样的大毒枭 他还说此人有上面保护 而我的任务就是还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随后留下一张字条便离开了这里 安德烈拿起桌子上的字条神魂矩阵 第二天 他根据纸条上提供的信息来到一处偏远民宅 确认屋里没人后 在后备箱拿出一把十米来长的铁钱 剪断网线解除了报警系统 然后再用他打碎门窗钻了进去 进来后一眼就看到一个三米来厚的钢门 他再次用钳子剪开门锁 打开门后 映入眼帘的是满满一屋子的钞票 很明显这就是米哥储存赃款的地方 但这还不足以成为证据 紧接着他在房间里开始搜索米哥的罪证 还有自己被偷走的配枪 可找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怒气冲天的他开始疯狂发现 结果瞎打乱装让他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里面正是米哥调查比尔的档案带 安德烈看到里面的内容彻底镇静了 自己拼了命的要消灭这些害虫 没想到培养这些害虫的近视中情局 气得他鼻子都要三观不正了 这一切已经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怪不得米哥连谋杀罪都能躲过去 这边米哥回到家 发现物理已是一片狼藉 他连忙冲向储藏室 看到自己的钞票一分没少 按道大事不妙 转身去找档案带 果不其然 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与此同时 发现问题的比尔立即给米哥打句电话 比尔这才放下心 他让米哥先避避风头 等到安全了我会主动联系 挂断了电话 米哥终于理清了思路 既然档案带不是比尔偷的 根据现场来看 闯进来的人大肆破坏 明显夹杂着个人感情 此人应该是他女友的父亲安德烈 另一边 比尔第一时间回到基地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女客工作的 自己部署的一盘大气 他绝不允许有人破坏 与此同时 米哥闯进安德烈的家里 让他把桌子上的文件装进档案带 此时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这件事如果泄露足以把天桶跟窟窿 不过碍于他是女友的父亲 米哥决定给他一次机会 可安德烈还是执迷不悟 并表示我明天会把此事进行上报 彻底撕下你们的伪装 看到他如此不失失误 米哥无奈只能痛下杀手 做掉了未来的老丈人 随后他将枪上的指纹擦掉 伪装成安德烈自尽的案发现场 从这一刻起 这个黑人少年的心彻底黑化 与此同时 自己的好兄弟大头因为前女友 一直在找米勒的麻烦 还试图抢夺他的地盘 吃了亏的米勒想找米哥要些补偿 降低货源的价格 米哥却告诉他 如果你想降价 就去别的地方买 还有千万别拿这些迫使来威胁我 你敢动大头一根手指 我就灭你全家 面对米勒明目张胆的偏袋 米勒只能忍下这口恶气 回去后 他警告大头 如果你再跑去挑衅米勒 我就把你揍成大头 随着事业越发庞大 米勒的心态也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边得知父亲死讯的小美悲痛欲绝 刚回到卧室却发现一个只有他才知道的细节 那就是每次米勒进出这里 都不会去锁好门仓 想通了一切 他第一时间找到父亲的搭档黄毛 将米勒杀害父亲的事情说了出来 想请他主持公道 这天晚上 米勒被一辆警车截停 来源正是安德烈的搭档黄毛 他掏出手枪 让米勒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他竟然直接钻进车内 将米勒杀害他搭档的事情说了出来 米勒以为今天必死无疑 不料对方画风一转 表示如果你能给我足够的好处 或许我会考虑饶你一命 就这样 米勒暂时解除了危机 殊不知一场更大的劫难即将降临 黄毛回来后告诉小美他父亲的事件结果 经过法医鉴定视为自尽 小美无法接受这个答复 看来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时间很快来到葬礼当天 小美坐在角落里死死地盯着米勒 片刻之后直接冲出房间 米勒连忙追了上去 他还以为小美承受不住丧亲之痛 刚想上去安慰一下 结果下一秒 米勒暗道大事不妙 看来女友已经知道了一切 他拼了命地往处爬 自己的梦想还没实现 他可不想不明不白地死在这 然而老天却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做完这一切 小美将手枪随意地丢在一边 留下奄奄一息的米勒在屋里静静等待死亡 难道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吗 奄奄一息地他做了一个美吗 如果一切都重头再来 那么结局是不是会圆满一点 这个时候的凯文还没有死 兄弟三人还在路边打打闹闹 米勒也顺利地完成高中学业 步入崭新的大学生活 教导主任还是和所有白人一样 因为一点错误就扣除了他所有奖学金 特工比尔则是中情局派来给他们讲课的老师 由于米勒的适应和学习能力出众 亲自上门告诉他 毕业之后中情局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这个时候的小美还没有被面粉毒害 两人也保持着那份纯真的感情 舅舅舅妈也有了自己的宝宝 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好兄弟大头也成家立业 和旺达结婚后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他们虽然没钱 但日子却过得无忧无虑 然而这些美好的画面就如同泡沫一斗就多 画面一转 身负重伤的米勒终于醒了过来 原来是父亲及时将他发现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但他昏迷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现在整个黑人街区群龙无首 各方势力纷纷出手蚕食他的地盘 曾经的合作伙伴也开始刀剑相向 闭时间整个社区硝烟四起 来到有史以来最为混乱的时期 米格通过电视上的新闻了解现在的局势 由此可见 他的野心并没有被这次意外击垮 家人不理解他的想法 现在我们有的是钱 完全可以脱离这个圈子 开始崭新的生活 但米格却不这么认为 如果他就这么走了 自己的梦想就会功亏一篑 他还没实现自己的商业帝国梦 拥有雄心壮志的米格再次找到比尔 因为这次的动荡 两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比尔看到他重新站了起来 庆幸自己没有选错人 而米格经历过生死之后 选择跟这位合作伙伴谈露心扉 他表示我知道你是中情局的人 也知道你在执行一个 有关战争资助的秘密任务 我会全力协助你 但我不是你的仆人 作为代价 你也要帮我一个小忙 比尔自然不会拒绝 不管最后结局如何 米格已经做好殊死一搏的准备了 属于他的时代即将再次来临 至此第三季全部内容解说完毕 小伙伴们不要走开 第四季马上开更 订阅影迷新生 看遍精彩原生 万众期待的白纷飞第四季 今天 他来了 经历过生死之后的米格 下定决心要铲除在他养伤期间闹事的所有帮会 他找到自己的舅妈了解情况 原来自他出事后 米勒便和另一个帮会的头目一直在火拼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导致黑人街区失去了往日的安稳 对于曾经的合作伙伴 米格决定给双方最后一个机会 他先是找到丧彪 奉劝他就此停手 自己可以不计较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可对方的态度很强硬 丧彪表示自己要杀光米勒的手下 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而米勒这边也是一口回绝了他 他和丧彪之间只能活下一个 看他们如此不失失误 当晚 米格和特工比尔见了面 问他能不能摆平两个帮派的斗争 比尔虽然是中情局的人 但这种大规模火拼他也是无能为力 既然如此 米格就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 两人已经损害到自己的利益 就别怪他不留情面了 第二天 他孤身一人来到丧彪的地盘 带过来一把狙击步枪 并表示想要这种东西 我有的是资源 你和米勒的斗争 我肯定占你这边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的武器 打赢这场战争 晚上我就带你去买一批军火 对于米格的拔刀相助 丧彪当即便同意了合作 然而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 米格转身就找到了米勒 将自己和丧彪的对话 原封不动地告诉了他 他准备以交易为由将丧彪引出来 到时你带人在附近埋伏 出其不意之下 必能将丧彪一伙人一网打尽 米勒也知道 这是结束战争最有效的办法 殊不知这都是米格的借刀杀人之计 当天晚上 两个势力各自准备着武器 米勒的人提前躲进集装箱做好来服 不多时 丧彪按照约定时间赶到现场 可刚到这里 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一丝杀气 为了解除心中疑虑 丧彪抬手对着天花板就是一枪 米勒的手下还以为被发现了 端起物资就冲了出去 双方瞬间展开火拼 米格回来后大发雷霆 大骂米勒的人不长脑 如果再让丧彪靠近一点 他必死无疑 现在的情况只能听天由命了 要是丧彪活过今晚 对方必将对他展开疯狂的报复 二黑立刻就要带人冲过去 务必将丧彪斩于马下 米格却当场拒绝了 现在里面局势不明 贸然闯进去可能会被两个帮会夹攻 他可不会干这么蠢的事情 于是让众人整装待命 剩下的一切等他联系到米勒再说 随后他立刻赶回家 为了以防万一 让父母先离开这里避避风头 第二天 他第一时间找到米勒 询问丧彪现在的情况 米勒一脸自信地说道 丧彪已经被自己一枪毙命 让他把肚子放心里 殊不知此时的丧彪已经被救了回来 虽然被子弹击中但并不致命 从小到大他什么时候被人这么硬过 丧彪暗自发誓 要不惜一切代价对米格展开抱负 眼前这个拄着拐杖的黑人 少年到底能有多恐 为了铲除和自己作对的帮会 他要收买警员借用他们的力量借刀杀人 随后警员黄毛带着兄弟们去打探情况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彻底震惊了 地眼望去遍地都是全副武装的帮派分子 而这里就是米格让他捣毁的地方 几名警员被惊出一身冷汗 气急败坏的黄毛找到米格的父亲 让他告诉米格以后上交的保护费要翻倍 以后再敢耍自己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总 要不是这里人多 黄毛都忍不住要动手了 当晚 父亲将此时以五一时地告诉了儿子 米格当即便把黄毛约了出来 警告他不许再去骚扰自己的父亲 看到他的态度 米格便知道此人不可再用了 只是对他笑了笑便转身离去 第二天 黄毛被叫到局长办公室 黄毛愣在原地 他没想到米格竟然有如此通天的本事 能让人指挥局长将自己调走 但此事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 米格也总算解决了这个隐患 这天晚上 大头正要带着兄弟们出去潇洒 没曾想碰到前女友旺达 看到他现在落魄的模样 于心不忍的他拿出一打马内 殊不知这个举动也救了自己一命 这时丧彪一伙人从不远处冲了出来 大头等人毫无察觉 好家伙 双方一轮火拼下来毫发无伤 只是可怜旺达为了报信夺闪不及身中竖枪 要说没感情是不可能的 要不是因为他的背叛 现在两人应该也快结婚了吧 他立刻将旺达送到医院 米格得知此事也连忙赶了 大头却把这个黑锅扣在了他的头上 要不是米格想要做掉丧彪 对方怎么可能会找自己的麻烦 导致旺达现在还生死不明 为了给前女友报仇 大头找到当地一位有名的私人侦探 以此来找出对方的弱点和藏身之处 由于没有真名和照片 只有一个绰号叫丧彪 侦探表示无从查起 然而下一秒 大头直接拍下一打马内 侦探当即便表示我愿意试试 画面一转 丧彪正盖着手下在街头吃炸鸡 私人侦探拿出相机咔咔就是一顿拍 可一名小弟突然看向侦探的方向 侦探被吓得头皮发麻 这是一个头发长在头上的女人碰巧路过 原来对方并没有发现自己 经过一番鬼迷日演的调查 最终找出一个丧彪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 而且每次都拿着袋子进去空着手出来 大头知道这很有可能是他藏钱的地方 随后带着兄弟们过去蹲点 几人等到花儿都谢了 也不见丧彪的身影 这是一个五官长在脸上的老头突然露火 一辆车子来不及躲闪杀在原地 大头发现这伙人正是丧彪的手下 卖饮料的老头不幸躺枪 大头和黑胖下车查看情况 发现里面还有人 上去就是一顿乱舌 大头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火 他本想在这里蹲手干掉丧彪 没曾想和他的手下撞个正着 对于帮派之间的火拼 当地警方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现在涉及到一个未成年的儿童 吓得大头的头都大了 黑胖连忙叫他闪人 两人来到一处隐秘之地 将涉案汽车一把大火送走 销毁了证据 大头给了黑胖一打马内 让他找个地方暂时避避风头 走了一会儿 两人突然意识到不对 那辆车怎么还没动静 与此同时 丧彪赶到医院 看到狼狈的妻子他失声痛哭 原来刚刚被大头杀害的小女孩 就是丧彪的女儿 而眼前这个女人不仅是他的妻子 还是另一个头目米勒的姐姐 这次大头算是捅到马蜂窝了 另一边 米哥正在讨论生意上的事 这时米勒带人突然闯了进来 他要给自己死去的侄女讨个公道 米勒的意图很明显 如果他不教人 自己就会联合丧彪对他宣战 米哥一时陷入两难之地 要是保下大头 就意味着要同时和两个黑帮开战 舅舅表示大头已经另立能活 没必要为了保他牺牲更多的人 但米哥却想了解警方得到了什么线索 如果警方有了实质性的证据 大头被黑白两刀追杀必死无疑 但要是警方没有证据 他无论如何也会保下好兄弟 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先把人找到 很快他们便在流浪者营地 找到走投无路的大头 原来他正来的马内 被家人挥霍得一干二净 身无分文的他连跑路都成了问题 米哥将大头带回自己的安全屋 让他这段时间不要打电话和外出 等过了这个风头就没事了 临走时 大头让他给自己留下一把枪防身 在米哥的授意下 舅舅将自己的配枪递给了他 对他也算是人之意境了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悄悄走进房间 正是米哥和他的舅舅 大头被一场噩梦惊醒 他连忙检查手里的武器 确认没有问题 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 透过门窗发现正是米哥的母亲 对于大头而言 他就像自己第二个母亲 可以说是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 而他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给大头剪掉他那标志性的大头 不然这个大头实在是太容易指认了 大头失声痛哭 在仰这一头秀发不知又要等到何年何月 与此同时 米勒找到姐姐和姐夫 放下往日的恩怨暂时结为同盟 中情局的特工比尔也找到米哥 告诉他警方已经在现场的弹壳中 找到大头的指纹 对此他也无能为力 而且你们整个帮派都被列为同伙 大头一日不落网 你所要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 事态的走向完全超过了他们的预期 面对黑白两道的施压 米哥又该做何抉择呢 这边大头突然有些凶闷气短 来到走廊透气 意外看到自己和黑胖被通缉的新闻 惊得他头皮发麻 当米哥过来找他时 大头早已不见了踪影 此时大头正准备去外地藏身 可好巧不巧地就碰到 跟他不共戴天的丧彪 他把腿就跑 丧彪拿着喷子在后面一路狂追 今晚他势必要为女儿报仇血恨 千军一发之际 米哥和舅舅驾车赶到 及时就下了大头 但双方的梁子也算彻底结下 当晚米勒就带着人找到米哥 让他把人交出来 否则过了今晚之后就是不死不休 看到米哥态度强硬 米勒只能带着手下离开这里 过了今夜 双方便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第二天 米哥刚出门就被警员堵在门口 对方必问他大头在哪里 他却装作满脸疑问 谁是大头 我不认识 看他如此不失失误 警官警告他 米哥这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的舆论也不可轻视 他第一时间找到大头 想要让同样被通缉的黑胖顶替所有罪名 这样就能让他满血复活 痛定思痛的大头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 于是带着米哥找到黑胖 他还以为风头已经过去 又可以和兄弟们并肩作战了 不料米哥给他泼了一盆凉水 他表示我们需要你去背这口黑锅 并且要在供词中否认大头开枪的事实 将所有罪名推到那天死去的帮派成员身上 然后我会请最好的律师将你保释出去 黑胖思前想后 知道大头等人重情重义不会骗他 于是便同意了这个要求 就这样 他们亲手将黑胖送到警局 很快官方就下达了判决 和他们预想的一幕一样 只需要交纳保释金便可让黑胖重获自由 当天晚上 黑胖刚走出监狱 路边的一个辣妹就叫住了他 表示自己是米哥派来的 负责给他接风洗尘 黑胖一听米哥还真是够意思 当即便上车来到一个地方 与此同时 米哥接到一通电话 律师告诉他黑胖已经被人接走了 问他是不是提前交了保释金 他一脸懵圈 突然意识到一丝不对 米哥带着人连夜去找 终于在舅妈的酒吧门前找到失踪的黑胖 此时的他早已失去了生命 大头得知此事暴跳如雷 是他当初亲自答应会好好保护黑胖 如今好兄弟却落得惨死街头 这很明显就是丧彪那伙人做的 不用在暗中躲避警方了 一个脸上长着五官的男人 正给小弟训话 这是他重出江湖后收的第一批新生力量 可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走过来一个女人 并将枪口对准了他 关键时刻 一个手下悄悄绕到身后让他放下武器 大头也不想为难他 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女孩表示自己的父母都离开了家 自己的弟弟妹妹很久没吃上饱饭了 听到这儿 大头将手枪对准了他 然后偷偷塞了一打马内给女孩 这一幕被舅舅发现 他掏出马内 问女孩是受何人指使 通过女孩口中得知 原来是丧彪一伙人发布的悬赏令 而悬赏的目标不仅仅只是大头一个人 所有核心成员都榜上有名 米哥对此伤透了脑筋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时母亲叫他回家吃饭 可刚到家 就告诉了米哥一个捅破天的消息 他的父亲竟然将他们所有事情 向纽约时报的记者全盘托出 原因竟是父亲的收容所发现一个被抛弃的婴儿 根据孩子的哭啼声 他判断大人并没有走远 刚走出收容所 就看到孩子的父亲靠在墙上 走近一看已经没有了呼吸 手里还握着儿子畅销的新型产品 为了不让更多黑人同胞受到毒害 于是便向记者说出中情局的累累罪行 米哥彻底懵逼了 帮不上忙就算了 现在还来拖他的后腿 米哥知道 自己必须阻止这件事的上报 否则一旦让比尔知道 他身边的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然而就在第二天 这件事就被发到了落成事报上 虽然上面没有指名道姓 但所有人都一眼看出 这是中情局和米哥在合作 作为死对头的米勒看到一丝机遇 这件事的泄密和米哥脱不了干系 如果中情局对他下手 那么自己是不是就有机会顶替他的位置 而米哥这边也炸开了锅 毕竟在座的所有人都可能遭到中情局的报复 舅舅想让米哥去道个歉 以免大家受到牵连 此话一出 米哥彻底慕了 作为领头羊 米哥已经付出了太多 在如此年纪心智就远超常人 为了挽救此事 他当即便给爆料的记者打去电话 约他出来见个面 米哥警告他 你要么选择加入 要么就成为这次斗争的牺牲品 如果你认为自己能躲过特攻的暗杀 那你大可以事事继续爆料 道士不光是你 就连你的家人都要受到牵连 说完便起身离开了这里 然而现在米哥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记者的爆料 还有丧彪妻子的悬赏力 明刀明枪的他们不怕 就怕在阴沟里翻船 时间很快来到黑胖葬礼这天 帮会核心人物纷纷到场 殊不知丧彪的妻子就在不远处偷偷看着 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自然不会错过 以米哥为首的帮会高层纷纷到场 可突然现场闯进来一伙不速之客 对着一众高层就是一通乱射 接着一脚由门扬长而去 众人毫发无伤 舅妈却被一枪打中胸口 他们连忙将人送到医院抢救 等待期间 大头告诉米哥 他看到凶手是丧彪的妻子 对方一定是为了女儿报仇来的 黑胖也极有可能就是这几个人杀的 不多时 米哥收到特攻比尔的信息 两人在一处隐秘之地见了面 原来比尔看到报纸上的报道 便知道是米哥这边出了问题 就在他责怪米哥泄密时 看到他领口上的血迹 这才知道舅妈中了枪 比尔的态度也缓和下来 他表示记者的事情交给自己 你继续做你该做的 但绝不能再有人泄密了 临走时还告诉他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 米哥将此话记在心里 回来后他的心里又给他出谋划策 如果你想终止这场斗争 就跟米勒谈劾 他会想办法说服他姐姐取消 对你们的悬赏力 而你只需要将货源分享给他 米哥陷入沉思 这一瞬间他想了很多 随后对女友说自己会考虑一下 大头则告诉他米勒不可信 这让他想起比尔跟自己说的话 米哥想通了一切 他让大头务必拦住舅舅 不能让他去找丧彪报仇 然后告诉女友 让他给米勒回个电话 他要是能结束纷争 自己就同意转让货源 与此同时 比尔带人悄悄潜入记者家里 但他们并没有通下杀手 而是给他打了一击不明液体 看来他还是心慈手软了 这边米哥的女友刚回家 立刻就给米勒打去电话 挂断了电话 他瞬间被抽空了全身力气 可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来人正是米哥和二黑 原来他在刚刚的谈话中 就发现女友有问题 现在偷听了他和米勒的通话 更加确定他就是自己身边的卧底 目的就是从自己手里夺走货源 米哥还没想好如何处理他 大头那边就打来电话 让他赶紧来一趟 原来是舅舅要给舅妈报仇 谁也拦不住 米哥连忙上前阻止 对他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他表示米勒现在肯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就等咱们冲过去送死 千万别意气用事 然而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舅舅已经失去理智 米哥只能用身体挡住车门 两人二话不说大打出手 枪伤还未痊愈的米哥又总是舅舅的对手 几个回合下来 就被做得站不起来了 听到此话 舅舅终于恢复了理智 想要报仇也不一定非要用武力 既然对方给他们派来一个卧底 那么他们就将计就计 利用他给米勒传递假情报 女人的身份已经暴露 他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米勒打去电话 告诉他米哥已经同意将货源转让给他 让他去上次那个拱桥下面会合 挂断了电话 不多时米勒就找上了门 这么多年的老大可不是白当的 他早就察觉到女人已经背叛了自己 米勒拿出手枪就要将他做掉 不料女人掏出小刀就捅了上去 气急败坏的他刚要开枪 就被一旁埋伏的米勒一枪放到 听到枪声 米勒带来的小弟还以为是老大开的枪 可下一秒 原来他们早就预判了米勒的预判 知道他生性多疑不会服约 于是便在女人家里守住戴徒 而自作聪明的米勒也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英勇的代价 上次由于大头没有斩草复根 给邦辉带来巨大的损失 今天米勒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果断抬手送他一颗花生米 康普顿的扛把子就此沦没 至于这个背叛自己的女友 米勒没有取他性命 但死罪可免活最难逃 他表示如果想让你弟弟活命 就主动报警把今天的事揽在自己头上 说完便带人离开了这里 这边丧彪的妻子得知弟弟出事 自己的家人接二连三被米勒的人灭口 他拿起烟灰缸对着丧彪就砸了下去 要不是丧彪对米勒有所忌惮 早就能跟弟弟联合将其除掉了 看来想要报仇只能靠自己了 他立刻给双子杀手打去电话 表示对米勒等人的悬赏追加双倍 让他们尽快行动 医院里舅妈已经脱离危险 米勒过来看望他 顺便讨论如何对付丧彪 舅妈告诉他可以策反双子杀手 给他们足够的马内 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米勒如梦初醒 当天晚上 旺达找到双子杀手 告诉他们自己知道大头在哪 事成之后他要一半赏金 道上的人都知道他和大头闹白了 双子杀手也没有丝毫的怀疑 于是旺达带着他们来到一处隐秘之地 刚停稳车子 就突然冲出两辆车将他们围住 这时米勒等人一一现身 看到旺达被挟持 米勒告诉二人自己只是想聊聊 如果你们感觉我没有诚意 可以随时离开 米勒表示你有技术我有平台 跟着我总比在外面漂泊要稳定得多 而且我给你的是全职工资 接着扔过去一打马内 如果可以的话 这就是你们这次的报酬 双子杀手被他的豪爽所折服 告诉他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米勒只是微微一笑 很快 丧彪的妻子就接到回话 声称他们已经找到杀害他女儿的凶手 女人拿出武器立刻出发 看到是大头 他刚要掏出手枪 就被双子杀手当场按住 这一瞬间他就明白了一切 表示他们给了多少 我再多给三倍 女人也算见过世面 知道今天难逃一死 于是质问大头 你杀了我女儿 现在又要对我动手吗 大头向他道歉 表示那天的情况完全是不可控的 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 自己会给他一个金盆洗手的机会 可女人告诉他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舅舅成全了他 今天必须让大头明白一个道理 斩草就必须出根 如果那天他没有留下活口 或许也没有后来这些破事 与此同时 那个被比尔威胁的记者又在搞事情 这次他带着米哥的父亲老黑来到电台 将自己遭遇的威胁统统曝光 并表示如果中情局不承认这些制度 发起内部调查的话 第二天他会再次回到这里 将这位特工的真名公固于众 比尔听到彻底破防 这纯纯就是给自己找不通款 当天夜里 记者正要开车回家 可身为老司机的他却突然睡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时 竟发现特工比尔就在眼前 意识到危险 他拼了命地挣扎 但比尔又怎么会心慈手忍 很快便送女人引恨了西北 随着记者失去呼吸 比尔将装满证据的录音机拿走 伪装成酒后车祸现场 原来这个记者一直在曝光中情局 跟米哥的合作 比尔数次警报都无济于事 最终无奈只能选择将其灭口 第二天 电视台就报道记者遭遇车祸去世 明眼人都知道这根本不是巧合 而负责给他提供消息的老黑得知此事 内心十分内疚 于是来到电台完成记者未完成的遗愿 一时间 整个落成都沸腾了 米哥为了老父亲也算是操碎了心 自己拼了命地赚钱保护家人 他偏偏要拆自己的台 比尔打来电话让他立刻解决此事 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米哥连忙回到父亲老黑开的收容所 让助理立刻把父亲叫回来 可对方却支支吾吾的说 眼看他还是不肯说 米哥直接下令关闭了父亲的收容所 在米哥强大的气势下 收容所瞬间就被清空 随后告诉助理 我父亲什么时候来找我 我就什么时候恢复这里的投资 回来后 比尔再次给他打来电话 让他赶紧阻止他的父亲 一旦曝光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照片 那么事情就在无回旋的余地 这边老黑回到家 他知道得罪中情局的下场 于是拿了把枪防身 不多时米哥也回到家 父亲让他给比尔打电话 告诉对方你已经将我控制起来 米哥一脸无奈 为何最亲近的人非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难道干掉了比尔 中情局就会放过他们吗 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是丧彪的声音 父子俩连忙躲到角落 此时丧彪失去了心爱的妻子和孩子 已经彻底疯狂 竟然独自一个人闯进米哥的地盘 听着脚步声 老黑果断闪身扣动扳机 米哥也趁机补枪 两面夹击之下 丧彪身中竖枪只能逃离此地 不幸的是父亲也被击中肩膀 米哥让他赶紧去医院处理伤口 可即便这种时候 老黑还是让他给比尔打电话 他直接一口回绝 还让父亲远离这里 我会给你足够的生活费重新生活 话还没说完就被老黑一板砖放 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泯灭 能让一个父亲如此对待自己的儿子 当米哥醒来后一脸懵圈 发现只有母亲在他身边 自己的传呼机也被父亲拿走了 心里暗道大事不明 他连忙给比尔打去电话 果不其然 父亲已经跟他约了见面地点 米哥连忙说如果你还想跟我合作 就不要对我父亲动手 原来老黑为了不让更多黑人同胞遭受迫害 向电台公开了中情局 在暗地里搞了勾当 特工比尔看在米哥的面子上一人在人 现在老黑还敢约他见面 比尔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双方在约定地点见了面 老黑将枪口对准了他 比尔却不赞同他的观点 他表示你儿子虽然才20出头 但他现在可是落成最大的面粉经销商 如果他不想干会自己找我呢 两人说了半天愣是没动手 就在这时米哥终于赶到 比尔告诉他 你父亲是泄密者 我要你亲手解决背叛我们的人 米哥听到后将枪口对准父亲 但他终究还是下不去手 母亲拦在三人中间 求比尔给自己一个机会 他会带着丈夫远离这里 此生此世都不再回来 至于儿子有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做老人的就不该插手他生意上的事 比尔犹豫片刻 知道现在杀了老黑也无济于事 不如做一个顺水人情 一场惊心动魄的局面就这样被母亲化解 回来后 米哥第一时间将父母送走 去外面重新开始生活 离别总是带着悲伤 下一次见面还不知是何年何月 但人总要学会放手 而特工比尔因为老黑的爆料 钟情局也对他进行了惩罚 为了解决此事带来的影响 他不得不离开一段时间处理这件事 回到据点 舅妈终于走出了医院 但舅舅却因为此事要出去单干 因为米哥和钟情局的合作 让他感受到无比巨大的威胁 无论米哥如何挽留 二人都不为所谓 而他最好的兄弟大头 也在这个时候选择离他而去 米哥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自己替他们挡下了所有伤害 他们最终却全都离开了自己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现在的他可以做到了无牵挂 心无旁骛地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至此第四季内容全部解说完毕 铁铁们不要走开 第五季马上开钩 订阅影迷新生 看遍精彩人生 这个黑人少年是落成之手遮天的存在 二十出头便拥有了很多人 十辈子都挣不来的财富 凭借敢想敢干的一股狠镜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他的生意遍布黑白两道 女友催花帮他管理名面上的房地产公司 米哥则在暗地里继续做他的面粉生意 两口子挣的是盆满钵满 这就是备受影迷期待的冷门神剧白纷飞 如果不好看 小编介绍女朋友给你 话不多说 白纷飞第五季正式奉上 黑道上的生意在米哥的带领下越发稳定 可有人在的地方就会有纷争 这天他手下的一个经销商卷毛办了一场狂欢派对 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就要出意外了 卷毛的好兄弟萨德和一个小青年发生了口酒 萨德仗着是自己兄弟的地盘 拿出手枪吓唬他 卷毛不想把事情搞大连忙将他拦住 不料小青年满脸嘲笑 萨德越想越起 转身直接扣下班机 所有人四散而逃 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此事 米哥看到后陷入沉思 这极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声音 事实也正如他所料 警方不仅在四处抓捕凶手 还捣毁落成各大面粉销售点 他们绝不允许白人的安全受到威胁 与此同时 米哥带着二飞来到卷毛家 嗨了一夜的他似乎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为了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他立刻将卷毛带回自己的安全物 让他在这里先待一段时间 随后询问他 萨德知道多少关于自己和中情局合作的事情 卷毛表示对方什么都不知道 这种事情我不可能跟他们说的 米哥并没有怀疑好兄弟 临走时 嘱咐他如果收到萨德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话中蕴藏着无限的杀意 回到据点 大头和舅舅这边也炸开了锅 警方的大肆扫荡让他们损失惨重 也让他们心里很不平衡 之前死了那么多黑人都没掀起一点浪花 现在只是一个白人出事 警方就将落成翻了个底朝天 不过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 第二天 卷毛收到萨德的信息 米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带着保镖二黑跟他一同前往 足足开了七个多小时才抵达目的地 随后几人终于见到跑路的萨德 看到二黑拿着枪 他连忙拿起手边的喷子 米哥表示这是自己的贴身保镖 看到二黑收起武器 萨德这才放下防备 接着带几人走进屋内 他开始收拾行李 问米哥能把自己安顿到哪 听到这儿 米哥眼里浮现出疯狂的杀意 卷毛得到指示 上去就是一枪 面对兄弟他实在下不去手 可造成如今的局面也怪不得别人 谁让他大嘴巴到处乱说 给自己的兄弟引来杀身之火 看到米哥坚定的目光 卷毛知道事情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于是果断上前一枪将萨德送走 随后几人来到荒郊野外 找了一块风水宝地开始挖坑 此时米哥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残忍的念头 他指了指天上一闪而过的流星 但凡有人敢影响到他的声音 即便是兄弟 下场也只有死路一条 如今他最大的仰仗便是跟中情局的合作 自从特工比尔出了问题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很快上面就派来另一位特工接替他的工作 此人名叫弗莱迪 米哥为了利益趁机跟他杀假 表示自己可以增加购买数量 每星期要300公斤面粉 不过作为回报 他希望面粉能从之前的一公斤一万降到九千 弗莱迪粗略一算 这样自己一年就要少拿1500万 米哥的购买力虽然诱人 但这是他要和上级情势一下 几天后 两人在米哥的机库里见了面 弗莱迪表示降价没问题 不过他有一个条件 随后看了看米哥身后的飞机 米哥也没想到对方就这么轻易答应了 立马开上大飞机带他斗了一拳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另一个人的出现就给他泼了一盆凉水 这天晚上弗莱迪刚回到豪宅 家里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此人正是他的前任比尔 原来自从弗莱迪上任 他就从中大肆敛财 交易的数额越来越多 但国会收到的马内却越来越少 中情局不得不紧急重启客工比尔 比尔也对他的贪污行为极度不满 告诉他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不管你撕通了多少 我都可以让你安全撤离 希望明天别再让我看到你 说完便转身离去 第二天 托莱迪将所有门窗关好 他可不是下大的 刚喝口水压压惊 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他连忙往处爬 可走廊尽头的人影让他绝望了 没想到比尔的手段如此狠辣 画面一转 不知情的米格刚打开房门 就发现失踪已久的比尔站在门前 随后他告诉米格 从今晚起我们重新开始合作 至于弗莱迪 你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他了 对此米格并没有感到意外 临走时他问比尔 之前我跟弗莱迪的降价约定还做数吗 米格愣在原地 自己好不容易杀下来的家 竟然因为比尔的回归全部作为 这天迎来第五季以来两人的第一次交易 可刚见面还没说上两句话 一辆小汽车就突然闯了进来 车上的人打开车门 对着米格等人就是一通扫射 司机不小心中枪身亡 余下的众人纷纷躲到车子后面 中情局出身的比尔枪法奇准 一枪就打中面包车司机 结果却遭到歹徒急火被击中肩膀 强烈的求生欲让他钻进车内 顶着密集的火力逃之夭夭 米格两人就这么被无情抛弃 他让大雄上车 可在上车的一瞬间被一枪击中 紧接着米格钻进驾驶位 一脚踹进油箱 然而两人的运气实在是太美了 汽车发动机遭到破坏 每跑多远米格只能被迫停在角落 拿着数百万马内徒步前进 这让两人不免有些慌张 他们不知道这群歹徒是何方神圣 而且兜里揣着巨款看谁都不像好人 经过一番波折 两人找到一部公用电话 米格连忙给舅舅打过去请求支援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看到街边一辆汽车冲着他们急驰而来 听着那边的枪声 米格便知道他们也被人盯上了 这时身后走来几个小卡了咪 他只能先挂断电话 和大熊若无其事地往处走 不料对方就像粘人的苍蝇 非要检查两人的包裹 米格直接掏出手枪 卡了咪顿时四散而逃 让他意外的是 其中一个死活都不肯走 眼看身后的卡了咪又聚了上来 两人不顾大佬的形象把腿就跑 或有当年山鸡被球场愣头倾吓跑的味道 经过一番波折 二人跑进地下室 终于摆脱了这群小鬼 米格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帮会应该是被人盯上了 两人在这里等了好半天 将钱袋留在地下室 确认绝对安全后才离开这里 为了得到舅舅那边的情况 米格二人偷偷闯进一处民宅借用电话 可刚进来就被吓了一条 现在看他笑得有多开心 一会哭得就有多惨 米格立刻找出电话联系舅舅 完全没意识到身后出现一个老头 老头一呛一个 麻醉剂瞬间生效 两人当场便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当他们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关到笼子里 米格换了个方向看 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 两人都懵了 现在他们和老虎只有一墙之格 看来这家房主是个疯子 竟然在家里养这种凶兽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怎么从这里逃出去 听到喊叫声 一个头发长在头上的老头走不出来 米格连忙告诉他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想借用一下电话 如果放了我 我会给你十分丰厚的报酬 你个懵了 这老头竟然对钱不感兴趣 一心只想把自己给虎兄当晚餐 说到老头便要打开他们中间的铁栅了 让双方合二为一 可他摇了半天也没打开 这才发现笼子上面绑了一条皮带 原来经验丰富的大熊醒来后 发现这个笼子的奇妙之处 于是便用皮带绑上以防万一 没想到还出了奇效 不料老头直接取来一个梯子 想要从上面直接打开闸门 大熊瞅准时机 一记旋风腿踹到笼子上 老头一个重心不稳一只脚掉了下去 这下BBQ了 虎兄的晚餐有了着落 米格看到要是掉在地上连忙去捡 可眼看近在咫尺却无能为力 大熊出了一个馊主意 他表示自己可以把闸门举起来 然后你过去捡回来 米格一脸懵圈 问他为啥是我过去 大熊告诉他你黑他看不着 米格还想反驳 又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狼吞虎咽的虎兄 完全没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米格成功拿到钥匙脱离的威胁 两人一边走一边庆幸 然而就在下一个路口 他们再次碰到白天那伙卡拉米 逼着两人把钱交出来 米格谎称被抢走了 卡拉米根本不信 于是将二人抓回据点 对他们一顿拳打脚踢 但谁都没有说出前代的下落 因为一旦让他们得到想要的东西 两人谁都活不了 米格灵机一动 对方也很聪明 让米格一个人带他们去 只要拿到钱 就立刻放了大熊 随后米格带着他们返回变态房主的家 他指了纸车库表示钱袋就在那 看到笼子里是空的 他不由得有些紧张 领头地看到死去的房主 意识到一丝不对 他立刻掏枪对准米格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两人纷纷葬身虎口 至于为何没攻击米格 可能是因为他太黑虎兄没看见 就这样 米格再次走出这栋恐怖的民宅 抢下对方在外面接应的车子 然后叫来舅舅和大头回去救人 据点里 劫匪看到外面的车灯 以为是队友凯旋归来 打开门的一瞬间 米格等人蜂拥而上 瞬间就控制了局面 救出大山 几人立刻返回自己的领地 回来一问才知道所有人都在白天遭遇了袭击 可究竟是谁会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呢 米格想起今天有事没来的保镖二黑 为了确认此事跟他是否有关系 他第一时间来到储藏马内的金库 结果这里早已被洗劫一空 而知道这个地方的只有两个人 那就是自己和贴身保镖二黑 看来这次米格又被身边人给出卖了 原来就在不久前 二黑亲眼目睹米格做掉自己的好兄弟 这让他心凉半截 米格连兄弟都不放过 更何况自己这个保镖了 于是便发生了后来一系列的事情 你现在的手机电量是多少 打在评论区 电量一样的可以交个朋友 或许命运的齿轮就在这一刻开始转动 通过调查得知 二黑已经逃出落城 而跟他合作展开大规模袭击的人名叫凯恩 米格和大头面面相聚 一瞬间就想通了一切 两人当即便找到刚当初遇的凯恩 问他袭击帮会的人是不是你派来的 凯恩也不废话 果断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罕见的是米格并没有发怒 反而问他出来后为何不来看看我们 原来此人是凯恩的哥哥 得知凯恩被米格杀害 才联合二黑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 面对曾经好兄弟哥哥的指责 米格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而且对方还表示报复不会停止 回去后 他将此事告诉了舅舅和舅妈 舅舅表示必须以雷霆手段反击 大头的意见是自己去说服凯恩 让他参加帮会的声音 米格自知李奎同意了这个决定 而他现在不仅要处理帮会的问题 还要应付来自中情局的压力 画面一转 特工比尔约他在一个停车场里见了面 他对米格这边的泄密事件非常愤怒 比尔告诉他 从今天起我们之间的游戏规则要改变一下 两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如今却相互猜疑 不过米格知道这次确实怪自己 只能任由他改变规则 回来后 大头表示自己说服了凯恩 跟他们一起运作生意 但这却引起舅妈的极度不满 他对这个外甥的处事方法越来越不满意了 于是当即便绕过米格找到比尔 想从他这里直接进火 比尔也不满米格最近的所作所为 竟然同意了舅妈的请求 然而当舅舅得知此事愣在原地 舅妈的做法无疑是在泄末杀驴 他表示米格是家人 你现在这么做等同于对他宣战 我绝不会跟他走到对立面 舅妈让他放心 并表示自己会在婚礼之后跟米格全盘拖出 相信他也会祝福我们的 时间很快来到婚礼这天 许久没有感受到家人团聚在一起的米格 被泪水打湿了双眼 舅舅舅妈也在牧师的见证下 补上了拖欠已久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 米格也想开了很多 之前的独行专政很可能伤害过自己的家人 他对此向舅妈表达歉意 可舅妈却告诉他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事情还要从之前帮会遇息说起 米格成功说服袭击他们的凯恩加入帮会 舅妈却对他的做法极度不满 于是便找到落成的黑警 以15万马内的价格买通了他们 准备对即将加入帮会的凯恩斩尽杀绝 这天全副武装的黑警来到凯恩的地盘 对着人群就是一通无差别设计 最终凯恩也无能躲过袭击 人以为15万能轻松到手 不料耳机里却传来搭档牺牲的消息 这下麻烦了 此事惊动了大领导 在一次没有备案的行动中损失警员 黑警要对此负全部责任 他被停职查看 同时还被领导要求尿解 可他长期吸入面子 自然不敢让他们检查 为此黑警当场和领导翻脸离开了警队 当天晚上 他找到舅妈索要剩下的围款 不料对方果断拒绝了他 原因是凯恩并没有死 而是瘫痪在病床上 眼看他情绪越来越激动 舅妈表示让他到自己手下工作 之前开多少工资我给你双倍 就这样 黑警被舅妈收入麾下 第二天大头找到米哥 他知道凯恩遭遇袭必然跟舅妈有关系 想让米哥出面做主 米哥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凯恩是大头招募过来的 现在出了事却没人管 这让他心里难免有些不平衡 与此同时 比尔和舅妈的第一笔交易已经开始 两人明目张胆地背着米哥搞事情 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交易结束后 大雄对比尔的做法有些不满 这事如果让米哥知道了 必然会挑起他们内部的矛盾 一旦双方开战对谁都没有好处 不过以比尔对米哥的了解 他不会轻易跟家人挑起战争 但这次他是真的失算了 当天晚上 米哥亲自来到舅妈这里登门拜访 对于他对凯恩下手这件事表示赞同 毕竟凯恩也对他们动过手 现在的米哥只想跟家人和解 然而舅妈的一句话宛如晴天霹雳 这是米哥绝不能容忍的事情 自己90%的面粉都是通过舅妈销售 现在他要自立门户 无疑是对自己崭尽杀绝 这会让米哥的生意一落千丈 舅妈却对此表示无能为力 米哥也看透了 除了自己即便是家人也靠不住 他一路之下做了一个决定 随后约比尔在餐厅见了面 当场就提出自己选择退出 成全舅妈和他的生意 但米哥已经深陷泥潭 今晚提出的金盆洗手 将是他做的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可正当他要退饮江湖时 却发现自己账户上的 七千多万美金通通都不见了 米哥知道这根本就不是合法扣押 否则自己早就被戴上手铐 而拥有如此能量的 就只剩他的合作伙伴比尔了 米哥断定这是他对自己选择退出的惩罚 然而他这个想法直接被家人否决 你有表示他如果这样做 我们都将遭到中情局的追杀 无奈的米哥只能去找白毛 自己在巴拿马的账户只有他知道 他肯定了解详细情况 可刚赶到白毛的据点 就发现这里已经一片狼藉 现在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跟比尔恢复合作 两人接通了电话 可比尔瞬间就看破他的意图 表示想回归可以 但你必须得到你救妈那里进火 米哥也没心情绕弯子 直接告诉比尔把自己的钱还回来 比尔却揣着明白装胡同 见他不想归还自己的马内 米哥越想越起 于是警告他 或许命运的齿轮就在这一刻开始转动 回来后 被他呼叫数次的大雄终于回还 米哥表示自己账户里所有的钱都被比尔偷走了 希望能从他这里得到比尔的下落 可大雄却劝他还是算了吧 挂断了电话 米哥这才尝到走投无路的滋味 他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舅妈身上 当晚两人便在天台见了面 米哥想让他帮自己约出比尔 不料被舅妈一口回绝 即便他知道比尔对米哥做了什么 这让他再也抑制不住体内的怒 要不是舅妈在背后捅他一刀 自己哪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然而此时的舅妈却表示你已经出局 我不会为了你影响我的声音 话音刚落 米哥直接掏枪对准了他 他万万没想到舅妈竟然防了他一手 两人的亲情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不过舅妈并没有要他的命 而是念在他舅舅的面子放走了米哥 但两人从此互不相牵 曾经在落成叱咤风云的米哥 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地位 还有家人朋友 二十出头便体验到人世间的失态炎凉 被最信任的人出卖 米哥在心里深深埋下一颗复仇的种子 回来后跟怀孕的女友匆匆告别 表示自己答应她的生活一定会做到 让她在家里安心休养 当米哥走后 女友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串神秘数字 与此同时 米哥连夜找到当初重金聘请的双子杀手 报仇的事情她一刻也等不了 画面一转 双煞假装醉酒走向舅妈的仓库 趁守卫不注意 快速拔枪将两人放倒 或许命运的齿轮就在这一刻开始转动 米哥带着双煞闯进仓库 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面粉和马内 双煞顾不上惊讶 就跟着米哥开始打包 紧接着 米哥来到舅妈的另一处仓库 用外甥的身份获取守卫信任 三人再次将这里一嗓而哭 此时的舅妈和舅舅分别接到传户 而米哥则是马不停蹄地赶到医院 找到被黑警袭击致残的凯恩 做完这一切 刚回到家的米哥就被母亲找上了门 质问他是不是抢了舅妈的金库 米哥没有回应就算默认 母亲又问他你该怎么向他们交代 这一问彻底激怒了米哥 殊不知眼前的母亲 已经不再是那个家庭主妇了 他表示我可以帮你抓住比尔 然后任由你处置 米哥只以为母亲在安慰自己 没成想他是来真的 听到这儿 米哥彻底懵了 看母亲的表情不像在说谎 看来他是在古巴期间另有一番机遇 至此第五季内容全部解说完毕 铁铁门别走开 第六季马上开更 订阅影迷新生 看遍精彩原生 这是一部因为剧名被严重低估的美剧 评分高达8.8也挽救不了他的热度 但看过的人无一不对他拍案叫绝 这就是2023最新上映的史诗集犯罪神作 白芬飞 话不多说 正天风上 米哥历经三年的风吹雨打 从一名默默无闻的面粉小弟 一跃成为称霸落成的毒枭大佬 然而就在他事业最辉煌的时期 他最信任的舅妈竟然背叛了他 合作伙伴比尔也卷走了他所有积蓄 米哥一怒之下抢了舅妈的金库 他暗下决心 要让所有背叛自己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但在此之前 他要把从舅妈那里抢来的货卖掉 作为储备资金和比尔死和到底 为此他找到自己曾经的分销商 自从米哥被踢出去 此人便和舅妈建立了合作关系 但只要锄头挥得好 没有墙角挖不倒 米哥以每公斤一万的价格成功打开渠道 还承诺每拿一百公斤就给他两个点的利润 以此来达到快速变现的目的 随后他和一个头发长在头上的男人见了你 此人外号万事通 手下的耳目分布极为广泛 米哥对他下达悬赏令 谁要是能活捉出卖自己的保镖二位 不论死活都给25万马内 如果能追回他卷走的500万 就再给他三个点的回口 可以说是下足了血本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转走他所有积蓄的比尔 米哥现在找不到他 只能让万事通去找比尔家人的确切位置 与此同时 舅舅和舅妈刚核堆完损失 米哥几乎抢走了他们所有存货和现金 让两人根本无法周转 舅妈无奈只能找特工比尔救济 想要让他设给自己一批活 比尔问他出了什么事情 殊不知清空米哥账户的罪魁祸首就是比尔 回来后 舅舅连忙联系分销商 可对方却表示自己已经拿到价格更低的货源了 他这才知道米哥竟然拿着自己的货 还抢了他的声音 舅舅一怒之下联系了外甥 舅舅被反驳得无言以论 因为确实是他老婆有错在先 舅妈见他有些左右摇摆 当即便把米哥拿枪指着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 听到这儿 舅舅再次坚定和米哥死壳的决心 当天晚上 米哥派双子杀手过来和分销商交易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可就在回去的路上 意外发生了 一辆警车突然拦住了他们 两人刚刚完成交易 车上没有面粉只有一个钱袋 便以为不会有什么大事 不料警员非要两人下车接受检查 结果刚下车就看到米哥的舅舅现身 原来这些警员都是他过来的 舅舅质问他们 米哥将偷走自己的货和马内都藏哪了 看他如此不识时务 舅舅哭吃就是一电炮 随后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女人无论怎样都不肯说 他拿起枪托一下又一下地砸了下去 眼看周围的吃瓜群众越来越多 他无奈只能暂且离去 临走前告诉他们 手下的轻心遇害 米哥第一时间赶往医院 可来到这里等待他的 只有一封死亡通知 他决定找舅舅问个清楚 母亲得知此事 连忙过来劝你 一边是儿子 一边是亲弟弟 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最不希望看到两人反目成仇 母亲让儿子等自己消息 他会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 回去后 他找来自己的弟弟 给他做了一桌子小时候最爱吃的菜 酒足饭饱后 他说起米哥的事 明明有着最亲的血缘关系 为何要走到对立面 在母亲的劝说下 俩人在一个餐馆里见了面 米哥表示自己虽然抢了东西 但你昨晚也抢了我的货款 还打死我一个亲信 我们也算扯平了 可舅舅却得理不饶人 他表示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但你却敢把枪口指向你的舅妈 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他指责外甥何时变成了这富贵样子 听到这儿 米哥瞬间翻脸 他告诉舅舅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凭上性命换来的 你们只是躲在我后面跟着吃肉 什么事情都是我出面摆明的 结果生意稳定了 你那个贱人竟然吃里爬外抢了我的货源 好好的一场和谈 结果却变成这个样子 米哥的心已经凉透了 明明是他们在背后捅了自己一刀 如今却把一切怪在他的头上 要不是有着血缘关系 米哥怎么可能留他们活到现在 他不怪别人 只恨自己当初拉错了人 现在的一切都只是他自食恶物 与此同时 一直没有出现的大头 终于要带着他的大头回归了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家里已经闹翻了天 只见社区里人人携带武器 似乎随时可能爆发一场战争 大头不解地看向兄弟 原来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 米哥和舅舅舅妈彻底闹败 自从双方谈崩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 先是舅舅舅妈在蜜月时被人袭击 然后他们又去了米哥的房地产公司进行反击 接着米哥又袭击了舅妈的俱乐部 这场斗争越打越乱 整个落成都被他们分成两个派系 一伙跟着舅舅舅妈 一伙则是跟随米哥 了解完帮会里发生的内乱 大头选择中立 试图恢复往日的和谐 他来到自己的地盘 可这里早已被曾经的手下平头取缔 作为老大他没有得到一丝该有的尊重 大头暗自记在心里 随后他带着非洲土特产来到舅舅的地盘 表明这是自己和旺达的结婚礼物 舅舅让他有话直说 眼看着老小子油盐不尽 偏偏还拿他无可奈何 无奈的大头转身找到米哥 一进屋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难以想象这是清旧久能做出来的事 两兄弟许久未见聊起了往事 自从他们进入这行就料到有这一天 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就像龙卷风 也没想到把自己拉下神坛的 竟是自己的家人 大头劝他放下这一切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去非洲晒太阳 听到这儿 大头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偏真 看来想要说得上话 就必须得有同等的实力 于是当晚便找到平头故意挑衅 让他亲自去修一下自家门口的路灯 语气就像命令小弟一样 平头自然不会鸟他 第二天大头便找来维修工 修好了附近所有路灯 果不其然 憋着一口气的平头当晚就过来将其毁掉 大头也终于找到机会出手 双方迅速扭打在一起 周围围满了吃瓜群众 前老大和现任老大打架 他们谁也不敢拉偏家 大头因为体型上的差距 被平头哭哭几炮子打成劣势 占尽优势的平头开始疯狂嘲讽 不料被大头一拳打中塔挖一 局势瞬间逆转 随后转身哭吃就是一炮子 平头应声倒地 这点能耐都没有 还怎么给他当老大 大头以一场战斗宣布自己的回归 很快以前的老部下纷纷归队 现在的他众望所归 面对这位元老级别的老大 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 毕竟大头以前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就这样 大头成功夺回属于自己的事 之后不管是选择中立还是战队 他都有了说话的底气 另一边 米哥为了东山再起 找到最近康复出院的凯恩 想要借用他的力量迅速恢复实力 整个落成的地下势力即将开始一轮大洗牌 凯恩自然不会拒绝这位大猫 成功过的米哥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流动资金 于是提出要去看看面粉制作流程 因为这里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帮会的日常流水 来到操作间 米哥就猜到是这种情况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他关掉音乐 将外围人员撵了出去 然后给他们立下自己的规矩 然而他的话却被荡成耳旁风 负责人表示这里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米哥暗道还真敢有人反驳 直接按着脑袋给他来了个离子汤 即便自己已经跌落神坛 也不是这种小咖了能得罪的 他一怒之下警告所有人 一群小弟看到米哥残忍的手段 被吓得肝胆剧烈 谁还敢在他手底下干活 一窝蜂全都跑了出去 负责人直接找到凯恩 想让他给自己出面做主 然而凯恩却告诉他 米哥现在可以全权代表我 过去我太纵容你们了 从今往后要么按照米哥的方式改进 要么就通通给我滚蛋 我的手下不养闲人 负责人越想越起 一气之下竟然找到敌对的舅舅 将凯恩和米哥的位置点他们 结果第二天 看到此人米哥恍然大悟 正是昨天被自己教训的负责人 他现在终于知道 什么叫做斩草必须出根了 两人偷偷从后门溜了出去 在轻信地接应下逃之夭夭 来到一处安全的地方 米哥让他小心点 自己要出去办点事 原来是他上次交代万事通的事情 有了眉目 画面一转 他一路飞到堪萨斯城 在一栋房子里找到一个老头 接着给老头的儿子打去电话 此人正式转走 他七千多万的特工第二 接下来 就是一段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对峙 美哥见他还在狡辩 拿起一把刀对着老头手起刀落 比尔彻底慌了 随后米哥一把大火毁尸灭尽 即便对方是中情局的人 胆抢自己的钱一样要付出代价 回来后 他将母亲和大头叫了过来 告诉他们最近要24小时待在一起 比尔很可能会对他们展开报复行动 结果报复行动还没等来 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个肤白貌美的女人把佩枪递给保镖 转身便要去驰骋沙场 他却不知道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不多时 场外传来几声枪响 马儿受到惊吓将舅妈摔了个狗啃时 他下意识掏向腰间的佩枪 才想起自己交给了保镖 刚起身 就被歹徒堵住去路 看到对方是仇家凯恩的手下 便知道自己今天插翅难飞了 画面一转 舅妈被带到一处废弃仓库 凯恩看着这个差点让自己瘫痪的女人 疯狂发泄心中的怒火 但他知道米哥和舅妈的恩怨 于是叫他过来做个顺水人情 米哥得到消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在他的要求下 凯恩带着手下退出房间 反正今天舅妈无论如何也难逃一死 等到所有人离开后 米哥让他对自己吃力爬外的行为认得错 便可以给他一个不遭罪的司法 事到如今舅妈还不知悔改 他转身就要离开 看到米哥要走 舅妈连忙将他叫住 表示自己可以帮他找出死对头比尔 然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就在刚刚 米哥已经买通了比尔的合作伙伴大雄 由于比尔的父亲遇害 现在他性情大变 大雄为了安全脱身带家人离开这里 决定帮米哥对付比尔 代价就是给自己一笔足够的骂面 双方就这样达成交易 而舅妈自以为重要的筹码 此时在米哥眼里却一文不值 回去的路上他想了很多 虽然舅妈做了背叛自己的事 可终究还是血浓于水 于心不忍的米哥给舅舅打去电话 宠妻狂魔的舅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米哥虽然和凯恩暂时结盟 可舅妈对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对方绝不可能看在自己的面子放过舅妈 于是便打算和舅舅兵事前嫌 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小编写到这儿也是一脸懵圈 可能米哥从始至终都没想伤害自己的家人 画面一转 米哥开着车再次返回舱库 门口的守卫看到是他二脸懵圈 来到隐蔽处 米哥打开后备箱放出一头洪荒猛兽 守卫来不及反应当场去世 接着打开大门 大头带着一车小弟开了进来 随后几人悄悄潜入工厂内部 一群小弟看到是米哥通通放下了防备 可下一秒 经过一番激烈的火拼 外围的小弟全军覆没 舅舅担心舅妈的安危 捡起一把喷子就朝里面冲了进去 一招隔山打牛 然后一脚踹开大门 看到舅妈被凯恩挟持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凯恩表示你今天放我一马 我走出那个大门就把他还给你 就在舅舅迟疑之际 他一把推开舅妈 躲到一旁的舅妈听到枪声停止 连忙上前查看 结果两人都被击中要害 纷纷领了喝饭 这时米哥等人走进房间 看着死去的舅舅一脸的难以置信 双方斗了这么久 但归根结底还是有着血脉之情 此时的米哥是真的后悔了 自己当初就不该踏入这个行业 否则舅舅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看到这儿 小编也想吐槽了 该死的人没有死 不该死的人却搭上了性命 冥冥中似乎预示着米哥 也不会以善终为结局 在一场盛大的黑帮葬礼上 逗了整整一季之久的米哥和舅妈终于和好了 代价却是舅舅永远的离他们而去 舅妈决定帮他引出比尔 彻底结束这一切 有了他的帮助 米哥又增加了一分胜算 随后他叫上被自己买通的大雄 晚上去舅妈家里商讨对策 当天晚上 舅妈给比尔打去电话 表示自己可以替他抓住米哥 报他的杀父之仇 条件是以后每公斤练粉优惠一千 比尔当即便答应下 比尔无论如何也没醒到 此时的舅妈正和米哥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他 而这次的苦肉计 大雄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一旦他这里出现问题 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事到如今 三人只能被水一战了 第二天米哥告诉怀孕的女友 如果今天自己没回来 就不要再等他了 一定要带着母亲永远离开这里 随后来到和舅妈约定的地方 让他发泄一下自己心头的怒魔 舅妈是一点也没客气 对着脑袋刮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风 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比尔信以为真 做完这一切 几人准备出发上路 大雄接到船户给米哥回去电话 表示这边一切顺利 殊不知自己已经被缉毒局盯上了 刚挂断电话 就被警员当场逮捕 这边收到回信的米哥等人立即展开行动 舅妈给比尔打去电话 表示自己已经抓住了米哥 不料对方异常谨慎 让他把米哥还是放在指定位置 但自己要晚一点才能过去 这一下打乱了他们全盘的计划 不过米哥认为值得冒险 只要大雄能出现 自己就肯定没事 殊不知此时的大雄已经被抓了起来 很快 舅妈便带人来到指定地 将绑住手脚的米哥丢在这里 可一直等到深夜 也不见对方的身影 这让米哥心里生出一丝不安 又过了一会儿 一辆小汽车来到现场 让他蒙圈的事 大雄竟然没跟比尔在一起 这下麻烦了 他四处张望 但这里根本没有一丝大雄的影子 意识到危险 米哥连忙请求他的原谅 表示自己知道很多秘密 可比尔又哪会给他这个机会 画面一转 米哥被带到一处废弃仓库 整个人都被吊了起来 比尔则是在一旁 准备毁尸灭迹的化学尸子 随后拿起一根针管 为了活命 米哥连连求饶 眼看米哥已经无力回天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大雄竟突然出现 而身后正是克格勃隐藏在洛城的特工 原来他受到米哥母亲的委托 一直在暗中盯着这一切 刚刚大雄被警员带走 也是他在半路上救了下来 几名警员又怎么会是他的对手 这才有了接下来的场景 比尔知道对方是克格勃的特工 在如此情况下 自己不会有一丝反抗的机会 于是主动扔下身上的武器 特工让大雄将他靠在叉车上 两人的举动自然没能逃过特工的法眼 他让大雄把枪拿过来 然而就在他低头的一瞬间 大雄疯狂地朝特工扑了过来 他不确定眼前之人是迪士勇 为了不影响自己脱身的计划 练过拳击的大雄 三下五除二便将气打晕 将主动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比尔看到大局已定 让大雄过来给自己松茫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救下米哥 比尔这才知道大雄已经叛变 可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猎人和猎物的角色互换 米哥自然不会对他手下留情 不过在杀他之前 还要撬开比尔的嘴 找回自己的七千三百万枚刀 这个黑人少年为了夺回自己的亿万资产 竟然跟中情局的特工玩起轮盘 他轻空弹夹给左轮上了一颗子弹 对付这种受过特殊训练的人 常规的审讯肯定不好使 今天米哥就要玩点刺激了 比尔突然想到他很在乎那笔巨款 认定他不会冒险失去这笔钱 竟然怀疑他上的是空包弹 紧接着米哥再次将子弹上他 准备开始新一轮的游戏 这时母亲出面将他制止 表示自己有些事想要问清楚 米哥出去后 他当面质问比尔 当初为何要对老黑痛下杀手 我明明已经带着他去古巴养老 原来他查到丈夫失踪那天 比尔的行踪在古巴出现过 不料比尔告诉他老黑并没有死 而是被我关在一个地方 只要放了我 我就告诉你他的下落 黑妈自然不会信他的鬼话 不过却在心里重新燃起一次希望 这边米哥的审讯陷入僵局 女友却给了他一个提示 没有什么比切腹之痛更让人恐惧了 于是他拿着油壶在比尔面前烧了半天 可对方仍然没有开口地打算 这就怪不得自己心狠了 他将上万度滚烫的豆油 慢慢逼在比尔的胸口 一声声惨叫让人听着都疼 比尔忍受不住刺骨的疼痛 恳求米哥放了自己 然后两人将那笔巨款评分 看到有希望拿回一部分资产 米哥自然不会拒绝这个提议 于是他们决定在一个公共场合完成交易 随后他给比尔的上级打去电话 表示自己会释放比尔 同时交出克格勃的一名特工 双方一拍集合 黑妈不放心儿子决定一同前往 很快双方便在一个公园见了面 上级为了抓住那名间谍 同意比尔将米哥的巨款还回去 刚拨通电话 黑妈就问他我丈夫在哪 殊不知他将为自己的谎言 付出生命的代价 米哥愣在原地 自己离亿万富豪就差一串数字 他连忙上前查看 让比尔说完密码再死 可一切都已经晚了 黑妈跪在地上 听着越来越近的紧笛声 母亲不肯离开 她无奈只能先行撤离 随着黑妈被捕 米哥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而母亲对谋杀罪供认不讳 还当停揭露中情局制造傀儡 谋取大量不义之财 法官当即便剥夺她说话的权利 并判处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这边女友管理的房地产生意也岌岌可危 由于没有资金的支撑 即将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 变卖所有资产还得欠一屁股债 结果不出三天 女友就不见了踪影 而且还卷走她账户仅剩的一点码面 连最后一点体面都没留下 很快曾经对她笑脸相迎的各大银行 开始疯狂催债 可能只有体会过的人才知道有多觉悟 这天米哥总算迎来一个好消息 他之前委托的万事童 打听到卷走自己五百万美高的二黑 虽然不多 但足以解自己的燃眉至极 得到具体位置 米哥马不停蹄地赶到一处豪宅 看外面的情况似乎已经荒凉了很久 他拿着武器走进屋里 果然在沙发上找到嗨翻天的二黑 看到是老大他瞬间清醒 米哥让他把钱交出来 二黑表示就在后面的保险箱里 然而就在他起身的一瞬间 米哥连忙找到保险箱 可他试变所有可能跟二黑有关系的数字 也没能解开 绝望之下他想到了开锁公司 很快便有一名专业人员来到现场 然而就在他开锁期间 一个小混混突然走了进来 看到这里的情况转身就跑 米哥连忙追了上去 男人被吓蒙圈了 刚想跑就被宛如杀神的米哥堵住 并表示你打开保险箱就可以安全离开 不多时 男人解除了门锁 米哥满怀期待地打开柜门 下一秒却愣在原地 里面竟然只有区区一万二 他彻底崩溃了 三年后 大头因为头大成了最大赢家 而米哥则是躲在母亲留下的老房子中日沉迷酒 大头不忍看好兄弟这样 便想让他帮自己做事 找回曾经那个充满自信的米哥 不出意外的话 米哥还是不会接受他的好意 不过这次他偷偷地告诉大头 现在时机还没成熟 警方和中情局包括克格勃都在盯着我 只有装疯卖傻我才有资格活下去 他也终于知道黑妈当初为何要杀了比尔 那是牺牲自己保全了他们所有人 米哥不会让母亲失望 临走时告诉大头 自己不会一直沉沦 终有一日我们兄弟俩会再次并肩作战 一起延续下一段辉煌 至此白纷飞6集内容全部解说完毕 感谢小伙伴们长久以来的支持 订阅影迷新生 看遍精彩原生